当年一百年前两百年前 那个时候无产者是什么 普遍文盲啊 无产阶级普遍的文盲 那知识分子高级精英知识分子 那降维打击啊 懂吗 那就是说 就是相当于 你懂吗 形成一个合力啊 就是 几千万几百万的 你或者最小规模的几万人 无产 无产阶级 无产青年或中年 那就是被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精英 你说他先锋先锋队先锋化的过来 他一个人可以动员你上万人 而且你这上万人反不了嘴的 只能执行命令或者就逃啊 那个时候是断崖式的一个 你明白凝结合 就那么几十个人 几百几百个人 然后周遭的一圈 全都是和你完全不一样的 两者的差异太大了 受教育人口和 未受教育人口之间的差异太大了 而且那个时候的无产 无产阶级都是未受教育的 他没有那个 没有T次的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时候 你只要几十号 几百号 这个受教育的人口 只要有分工一点的 比如这些几个做舆论 那几个做情报 那几个做这个古典学 合法性叙事 那几个做什么法律制度 那几个做军事 你明白吗 只要几十个几百号这样的人 然后你去动员 动员到的全泥腿草根 然后都是文盲 关键都是文盲 你这样你十句断字 他就会天然的觉得你会维护他的利益 然后凝结在你周围 所以那个时候是 懂了吧 然后你作为一个精英团体 有那么几十号上百号 这个知识分子 给这些平民 只要教教他们读书 识文断字 或者基本的生活技能什么的 他的生活状态 生活模式的改善是戏剧化的 卫生习惯 还有是一些基本的粗浅的那种娱乐 怎么守风琴拉一拉 吹他弹唱 然后不要有 那个时候给他的解放性 是很大的 给他带来的好处 是从一个很悲惨的那种 前现代底层穷人家庭 受各式各样的奴役压迫 然后渔化 从土壤里面 孤立的知识分子群体 把你拯救出来 然后得到的好处很多 就是就从-500一下子变成正50 正50 那就跟着你走 你又很强动员力 你本来过得很惨很苦 本来可能几万人 这一个县的几万人 明白吗 或至少这一个镇上面几千号人都过得很惨很苦 你过去作为解放者 他里面的年轻人 年轻人或者三分之一年轻人 他到你这个团体里面有这些时髦的 这里面就有一个受教育 精英和现代的城市生活方式 的组织者 只要有一小部分 有点像 就是很像他们就喜欢玩 你会发现现在这些团体 喜欢玩大学生下乡 他是生活方式享乐方式 思维思维方式组织动员方式 这种社群关系平等社群关系 都是一个都是个降维打击 现在不行的呀 现在你做梦呢 现在无产阶级 好歹都上过小学吧 在小学课堂上 好歹大家都平等的吧 平等的大家都体验过 国家已经通过现代教育 让大家都有基本的平等意识了 然后呢你说你启蒙我 那到小学老师也启蒙我呀 对不对 启蒙老师 作为启蒙者 启蒙老师 就是基本文化的启蒙者 基本十句断字 基本那种从野兽 或者从家畜变成人的 那个启蒙过程 不由革命者来进行了 国家直接提供了 社会直接提供了 教育机器直接提供了 所以这里面的依附性 这里面的这种崇拜性啊 这里面的这种忠诚忠诚关系 都没有了呀 轮不到你来吃了 这已经是被社会 被现代国家 现代教育机器 已经给他吃掉了 开发开发掉了 这个我们打个不恰当的例子 就是这女孩子第一次 或者他的这个男孩的初恋 是被国家夺走了 是被这个现代教育机制夺走了 所以一般而言 只要是小学教育都比较 没有特别受欺负 在小学初中 没有特别受欺负的人 就不会被你动员 所以你会发现 他里面能动员起来的人 好多都是小学初中的时候 受欺负问题学生 因为他的忠诚念 没有捆到现代 现代国家教育机器上面去 没有捆捆上去 明白吗 这个是是很重要的一点 很关键一点 所以绝大部分的无产青年啊 就是说他过得比较苦 但是说他怎么过人的生活 生活自理 识文断字 获取信息 反正这些东西 他都有这个自主自主性 他都会 你去救他 你不是把他从一个野兽的 或者奴隶的状态救出来的 他已经是个自由人了 但是只是在资本主义市场关系 意义上自由人 他是个自由的出卖自己体力 什么怎么样的 但是你和那个时候不一样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革命者 你把18 19 20世纪 我都不要说了 就是落后第三世界国家的20世纪 欧洲的18世纪 19世纪 他的那些欧洲边缘的19世纪 这些国家里面的五彩阶级 那个时候是过的是深处的生活 出城的生活 或者奴隶的生活 你把他解放出来 你只要给他一点点颜色 他开染房 一点阳光 他就灿烂了 所以 就是 一点催化剂 就能让他发展的很快 变化很快的 这个历史进程 事实上已经有国家机器给你完成了 你说要有一个解放者的姿态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他本来根本连字都不认识的 连一些 这个连何为是平等的尊严的自尊都不知道的 然后一直被压迫 被奴隶 被虐待的 一直被很凄惨的 一直处在饥饿的边缘的 真的很痛苦 整个人都是被奴才一样的 然后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就那个时候 马克思笔下经典的 这个无产阶级的形象 就是租一根绳子 让你靠在绳子上睡 就这种 这种存在 还有就六七岁就要去拔烟囱了 五六岁 四五岁就拔烟囱了 同工 就这种状况 我们现在如果去动员的是这种人 那个随便动员 但是动员也不可能把它动员到 如果以目前的社会环境 不是把它动员到什么扯其造反 把它动员到接受正常教育 把它动员到过一个像样的人的生活 比如说把它送到寄宿学校去 这个学校只要不打骂他 不侮辱他 他吃的 能吃食堂 他就觉得很幸福了 明白吗 从一个基本的 从一个根本连基本的人的保障 一点都没有的状态 变成一个 虽然是受规训的 受压抑的 受压迫的 但是呢 好歹有人的基本保障了 有人的基本的一些智力上的学习的机会 以及小的资源的积累 人迈人际关系的一个些微的拓展 那其实这种情况之下 他不会进一步去赌了 他不会拿这个东西 说牺牲这些东西 被整个他的团体所排斥 所孤立 然后他就愿意跟你们走 不可能的 从零到一 从一个奴隶 或者说甚至牲口的这种生存状态 变得变成一个基本的社会人 这个平等的 至少形式上平等的 法律上平等的 市场 市场那个买卖关系上平等的 这已经是 这个社会已经给你做到了 所以说法国的 你跟我讲法国 那所以说他成不了呀 没有用呀 你要跟我讲法国的 那个什么红色五月 那你不要看 法国的整个市民阶级 他是个市民阶级运动 我在场那边 那些国家的工人 他并不是马克思原教职义上的无产阶级 明白吗 他是工人阶级 但你说他是无产阶级 不好意思 那法国他是整个是 那他干一个小时的活 他抵着让非洲那些部落里面的 就是被被这些发达的法国吸血的 这些 其实就是殖民殖民地了 殖民地里面的部落里面的那些干苦力的农民 干苦力的那些部落民 你想呢 这两者是天差地别 OK 你不能就是因为他是什么 法国的 是工人 是工人 他就是无产阶级 不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是 无产阶级这个术语 是马克思原教职义上的 是一个逼到极限了 又掌握工业力量 又组织度 但是你把他逼到极限了 这个时候爆发阶级意识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的就是说 现代无产阶级要爆发那种 一下子就给一个精英化的先锋队团体 完全卖命 很困难 很难 基本上不可能 就从他的这个组织意愿上就不可能 就非常非常弱 因为因为他 因为你 他胜利不过是就那几次嘛 你实际上讲嘛 在人类上面胜利 你明白吗 当然也有失败了 我非要说胜利的话 俄国 我国 俄国和中国 那其他 当然你 那小的胜利了 小的胜利 他都是从 你懂吗 你会发现他那个胜利国所在的 他的被解放者 他本来的存在都是很悲惨的 都是很痛苦的 都是在饥饿线 都是在那种就快要饿死那条线上面挣扎的上下挣扎的 你给他的解放度要非常 就是落差要很悬殊他来跟进你的 OK 你如果落差不是特别悬殊 你能给人家什么呀 你能给他什么样的解放性的利益他能用生命来追寻你做梦呢 而且你要普遍的给 不是给一个两个一个两个就是被你洗脑煽动的魔证人 所以说我说就这个历史条件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在绝大部分的无产阶级无产青年你说 没念过书怎么可能 没上过学 在学校里面穷困地穷贫穷地区还有免费午餐呢 不可能吧对不对 你不可能说这什么什么学都没上过 没没没用过手机 那么苦吗 了解吗 而且就算他没有现在的市场机制 现在的社会保障机制可以让他一下就有啊 你哪怕是一个山沟沟里的少数民族的出来打工的 那他想的就是他要想的并不是说他本来的日子很苦 他都出来打工了 他当然不是说要回去过苦日子 他发现他的卖力的体力劳动 他能挣到钱 然后他其实他是他本来的生活需求是比较低的 你知道吗 他本来生活需求 这个我们就讲就从大山里面出来的 本来在老家一天三顿都吃玉米糊糊的那种家庭的 然后过年逢天过节杀了个猪 然后这个猪吃东西都是坐在地上吃的 就那么一个落后的 你觉得就这么苦 他到城里面来打工 他赚了钱 你去煽动他有用吗 不可能的 明白吧 他会赚了钱战斗的他就大鱼大肉了 他就爽了 明白吧 他再辛苦再苦 他没有之前的农村苦 他觉得他在城里面打工 他就挺好 他在流水线上一天干十个小时 他也不会觉得 以前他在村里面的割麦子 或者说 就是种水稻 什么那么苦 每天早上五六点钟起来割猪草 什么这些东西的 明白吗 我说我指的就是什么四川大山沟里的云南的那种山里面的少数民族的他们那个苦比比你在城市 而且主要是你在现代作为城市里面的这个无产者啊你就打零工或者是怎么样的在产线上面做工人 你再苦再苦你没有当年俄国 沙皇俄国或当年的这个英国第一公业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那些无产者苦 你比他们舒服多了 这有实质性的差别的 你就苦这十个小时 而且很多并不是重体力 他是脑力折磨 脑力上去折磨 就是他反复重复嘛 打螺丝打的恶心 呕了 够了 这种东西呢实际上是这样的 他对于农业人口农业人口其实可以忍受的 对于一代农业人口农业人口是可以忍受的 那为什么现在的农二代农三代受不了这个东西呢 是因为农二代农三代是 就是他并不是体力劳累型体力投资型 他是脑力投资型 做这种活感到难受并不是因为身体累了 是因为精神 就是爱欲系统累了 明白吗 就是烦了压抑了焦躁了 那么这个烦压抑焦躁是为什么会烦会压抑会焦躁 就是给你的刺激都是重复刺激 就是这个是一个心理学上受不了的 而不是生理学上受不了 因为这些农二代农三代在城市里面 他也是天然的享乐个体 他也是刺激性的享乐 各种纷繁复杂的不一样的 就是面包吃多了 要换口牛奶 牛奶喝多了 要换换一下这个吃个鸡蛋 就你懂吗 他有这个 他一定要新鲜的刺激 不停的有新鲜的刺激 你在产线上你累难受 understand 他主要是并不是纯体力上 纯体力那是 什么搬这个搬砂包啊 搬砖啊 这是纯体力的 反而有的时候 纯体力的这种痛苦 功力上搬砖 你明白吗 他其实反而没那么痛苦 反而是你的身体不停的是在应对新的刺激 就是心灵啊 心理上 精神上没有那么压抑 没有那么压迫 而且是一个是一个敞开的一个空间 你累了之后 然后去喝个汽水 然后吃个碳水 那种什么非常重油重盐的这个饭 然后去躺一下 也满舒坦的 满爽的嘛 回下班了之后买点什么酒而肉而的 狠躁一顿 然后就呼呼大睡 在这样的这个就是这样的无产者 其实和那个产线上被繁复劳动和繁重劳动 不一样的嘛 他这个繁复劳动是折磨性的 令人折磨 但不是令人累的 他真是让你烦 让你妈的好无聊 我操 好他妈没意思 所以在这个上讲 大家其实对于这个产线的上的无产工人 你要去帮助他 首先他不是说是那么一个那么前现代的 然后被压的就是一个畜生 牲口的那种存在 他们会感到这这种工作很痛苦很难受 那是因为 他的神经系统的发育模式 就是其实就是现代的平民了 城市里面的就是现 甚至我们说后现代的 大家都享乐主义的神经系统 简单来讲嘛 这一天不拿一两个小时享乐受不了 而不是说一天让你干十个小时非常重的活你受不了 而是一天不让你花一两个小时专门围绕着自己来享乐你受不了 这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机制 爱欲机制 爱欲破产 绝大部分感到难以忍受是爱欲上破产 爱欲上忍受不了 承受不住 所以解放他们的方式并不是简单以上讲 你说把他让这些人掌握掌握生产资料掌握暴力机器 然后用生产资料生产暴力机器对撞 把之前暴力机器拆解 然后夺取所有的生产资料 我告诉你 他妈的八字走这条路 他更受不了 你知道吗 因为走这条路意味着他要比他在产线上还要卷 就是你懂吗 就是列宁他们掌握的工人阶级 这些无产阶级的力量 他驾驭 他要打败红白内战 对吗 他要把沙俄的国家机器掌握 他这些无产阶级 他只是从生死挣扎的那种贫困线上 然后到了一个 比如说那些炮弹兵工厂 或者说一些运输行业 他反而更要 了解吗 他们的劳动 当然是不会是再像之前这个沙俄压迫他们的那种繁重啊 那种痛苦 但是会很乏味 明白吗 他这个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这些工团 下面这个工人 他组建各式各样的厂 冰工厂啊 各种这个市政所需要的各种建设厂啊 还有他这个重工业化的那些厂里面的工人 他懂吗 他会有休息权 但是他从事工作是也是 了解吗 也是无限循环的 也受不了的 那所以把这个思路放到现在来讲 你掌握了这群产线流水流水线工人 我就算假设你他把这些人对你效忠 对你们这个团体效忠 你说你你也要自己要掌控工业力量生产资料 然后去通过这些生产资料 首先我不管你通过什么手段 反正投靠某个政治势力达成交易 或者说你自己地下搞了武装或者怎么样 你无论你用什么手段 你掌握了一些生产资料 某个工业区的某个城市 某几个城市里面的厂被你掌握了 好就简单说这样 下一步呢 下一步你的工人要他妈比他之前在流水线里面更卷 更难受 他才能有足够的工业产出 才能有足够的武力 武备 他才能有足够的这个 这个组织度啊武装度啊 他才能所谓打赢内战 他更卷更狠更更夸张 你明白吗 就是说无产阶级的 或者说无产 无产者的那种 他不是同一种人 他不是同一种生命形态了 在一百两百年前的被你被先锋队解放的无产阶级很多 他是生理状态上是 是非人类的一种生生理状态 你把他这个非人类的生理状态变成一个有序的机器性的那种存在 他会觉得他更幸福了 明白吗 你只要给给他一定的时间 呃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占据绝对话语权的 然后是文艺上精神享受方式上压倒性的优势的给他们提供一些初级的精神享乐产品 那么这些人就死心塌地跟着你 然后这些人就能迸发出很大的生产效率出来 生产效能至少是至少是碾压你的那些 他的竞争对手碾压沙皇俄国或者碾压那个 你明白吗 碾压那些地主买办他手下的那些厂里面工人的 他们的生产效率啊 你现在呢 现在呢 现在你的你的你你 现在现在你说你把他们从 繁重的劳动当中解放出来 要你给他们的享乐 一点点低级享乐满足不了他们吧 对不对 就不是以前搞个 搞个什么手风琴拉手风琴文圈队过去给他拉拉手风琴 搞个什么小小小舞台 搞一些什么剧 然后人家下面磕瓜子津津有味弄小汽水喝喝 然后一群人几百号人就就就你这小剧场就满足了 你觉得现在可可行吗 然后他过你这个生活白天就是更卷的 拼命的给你干给你输出这个呃物质资料输出这个五倍 然后晚上磕瓜子 你觉得够吗 你觉得现在无产阶级这样你能收买他吗 你能征兆他吗 你能动员他吗 你们自己好好想一想 你我说南京点这个东西呢 就是这相当于你给的是他给他的是一个给他的是一个那种少年犯一样的那种那种生活环境 这对他来说没有吸引力的你知道吗 少年犯啊不是说吗 或者或者就是犯人一样的就监狱里面犯人一样的就白天拼命的义务劳动 干活拼命义务劳动产出这个东西要明白吧 要要要要维持你这个团团体的一个发展的或者说一个对外态势的 然后晚上给他一点娱乐然后按按时睡觉 这种生活现在无产集团能过得点这种生活 无产阶级青年大量的享乐上他能拧得过去吧 就劳改性质的嘛 所以这个东西完全是现代的消费享乐方式 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无产阶级有教育权了 这也是这也是现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啊 他带来的普发教育权 无产阶级有教育权了 有社教权无产阶级小孩 你家里可以穷 就是就是建构了一个现代国家把所有人口当中的年轻人都征召到征召到他这个 教育体系里面去 不管你的家庭出身 普发教育权 因为你里面总有聪明人 啊 总有一些 有呃 智力成就 潜力比较高的 因为这个不一定是来自谁的家庭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原教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无产者 其实在这个时代已经可以说是不存在了 It doesn't exist 不存在了 他们的门槛很高 你做的事情让他感觉到有解放性的门槛很高 你们都做不到 鸳鸭 这个不是说是暂时的某种状态下让他感觉有解放 他被尊重了 他穷的时候你借的钱给他 他生病了 你去照顾他 这不是解放 我是说是一个群体啊 这不是一两个人 我们讲的是这是几百号人上千号人 一一种方式组织他们的生活 让他们觉得他的生活比之前的生活更有解放性 你按照任何逻辑 这种团体很难存在 非常的存在 你比如说这个 你明白吗 他要卷掉个个要卷的好很难 你比如说他占了个电子厂下来 他占了电子厂 还是合法存在 大家就认为这个厂现在是 你懂的 那合法存在你就跟人家竞争了 这个卷这个更卷 当然这个时候卷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卷的是我自己卷的 我卷的更狠 我这个车间卷的更狠 我的老婆孩子反正卷一分是一分啊 这个利益不会被旁人得趣 他可能会愿意卷 那你说这种情况下 他进一步的再要过什么组织生活 政治生活 甚至军事生活 可能吗 他维持他的 你明白吗 这个逻辑还有一点是 不仅仅 我们刚刚已经讲清楚一个道理了 革命家 工业相对于农业也是 小规模的工业 它只要是个现代工业 相对于农业 相对于普遍的周围的农业环境 它也是随便汲取资源的 也是落差也是降维打击 也是很大的落差 你明白吗 这种产业形态 一般就是说知识分子先锋群体 那几百号人控制了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 小城市或城市局部 他对于他周围的这个农业社群 而且那个时候的工业技术 很多是通用技术 车床洗床 这些东西通用了一些 搞一些农具 搞一些运输运输的车 什么乱七八糟的 煤炭铁器 他从周围汲取的食物 就光是粮食就好多了 他能够冲个什么 什么线堂枪 冲个什么滑堂枪 他就吊打周围那群农民 吊打周围村里面铁匠 他就蒸粮随便蒸 简单来讲 或者铁锡给你换粮食就随便换 农具给你换粮食随便换 那个时候你掌握了一点点工业 然后你可以从周围的农业环境里面 得到好多补给 好多资源 好多矿 煤炭 能源 还有人口的资源 冰原 了解吗 那个时候这个游戏玩的转 你现在说你那麽站在 哪怕你站在电子厂 你这怎么获得资源 你电子厂搞的搞的一些什么 手枪钻下去跟农民换粮食啊 你说我又不知道这么多手枪钻 你说你你不是生产的手枪钻 你这是通用 你搞一些通用设备的 你说我家里人家农民 我家里有了不要了 我靠不要换了 没有吗 所以那个时代还有个特点 那个时代其实他有个逻辑啊 他并不是完全的货币交易 货币在那个时代 在那个革命的年代 局部战争动荡 会使得货币交易再局部失灵 然后小群体其实是可以 是可以以屋一屋的 用工业品 用工业力量 是可以汲取很多农业性的这个农业物资 农业支援 农业人口支援的农业地区的支持 明白吗 你现在就算说你要搞武器 你他妈你这东西有没有代差 你知道吗 没有代差 就钢铁 你一个局部的 你根本长不出来 你知道吗 你我举个例子 你就相当于玩那个大鱼吃小鱼的游戏 你吃了小鱼你就会变大吗 举个例子啊 那这个游戏玩的转是什么 你是个什么 实力6的一个鱼 周围全是1的鱼 你吃这1的鱼不停的吃不停的吃 周围好多这个1的鱼 等到你吃到那个六七十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池档里面最大鱼才二十 二十几三十几 他在很慢悠悠地吃其他的 一二的这个小鱼 现在是什么情况 最大的鱼是六千 你呢 你最多你这个鱼是三或者四 工业分工 你不是全能性的工业了 是只是其中的一个细部 一个小流流流水 或者产业链分工的一个小细部 然后周围周围都是比你大比你小的 你并不处在一个农业农业 农业环境当中工业力量可以降维打击他们 你周围的力量全是十五二十五 这个市的企业是他妈六百 那个那个那个神里面的那个神属 神属的国营企业是他妈 是他妈一千四 最大的工业力量军工共同体是六千六万六个亿 你要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长你给老子长 你神你不要神里面的 你这个区域一级的 你就限一级的一些一些力量 就把你随便把你搞定了 他就算他分裂成十几个 那每一个都是几百 你他妈你这个力量是几啊大哥 明白吗 再说赤裸裸一点了 高级知识分子做凝结核的 有几个选你们这条路 没有的呀 高级知识分子能做凝结核的 明白吗 他数量上是绝对悬殊差距 绝对悬殊差距 之前还有一个特点 其实之前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那个时候 精英知识分子其实对于他的封建 世系统治权利是离心离德的 这些精英知识分子 只有很少一部分是赤裸裸的 效忠于他的封建统治权利中枢的 他不是从这里面生产出来的 很多封建知识 很多精英知识分子 他的现代化并不来自于王权 或者并不来自于那个专制力量 这是现代化不来自于那个专制力量 他是他是自己长出来的 他是这个省省省省里面的一些大的家族 小的贵族家庭或中等贵族家庭 或者一些啊 富有的市民家庭商人家庭 他自己长出来的 他对这个王权的态度 或者他们在至少在利益关系上是很大的分歧 你知道吗 他们利益并不一致 封建王权被干掉呀 然后你哪怕再上来的一些 一些这个 他所属的核心地区的一些派系 所谓二月革命自然界上台 他也他也没有调和好他们的利益关系 那少部分的没有调和好 他还是按照之前的封建王权那种方式 在分配整整个国家那么大一个国家的利益 但是现在不一样呀 现在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精英 都是国家的现代机器生产出来的 明白吗 这些现代机器生产出来的 里面的有本事有能力的人都会收买他们 都会把它吸纳到他的统治机器里面去 你能从里面叛逃出来的没有 可以说没有 你看到那几个好像叛逃出来的叛离的 他都是半只脚跨在外面 半只脚绝大部分身子还还在还在那里面 学院派知识分子 我们刚刚直播的时候不是看了那几个人的名字吗 有这个被这个白板发财网推为 这个伟大最最有钱制的这个年轻的 MLM主义者 Y Y同志 Y同志一天到晚给给领导讲课 Y同志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杨某某啊 这个Y同志啊 是一个民族大学的博士啊 他他绝大部分的身子是在是在国家机器统治机器里面 是在就是那些赢家的赢家所赢家的阵营里面 他只是半只脚伸出来 以一个画名 然后讲一讲煽动性的话 或者在什么什么上面连数一下 就代表这个草根庶民的利益好像 这也是一个差别嘛 你没你没有精英啊 你们这团团体里面正二八经之后 整个人整个就是剥离出来的一大一大坨的神经中枢 你们没有呀 你这零星的有一两个这个神小的神经细胞 呃外周的一些神经神经结什么这种神经所 你有啥用了 他他没不成其唯一一个完整的大脑啊 明白吗 所以我们很明显看到 其实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不如大胆下这么一个结论啊 其实这整个运动都其实是精英知识团体 在现代化的精英知识团体 呃在从一个前现代的这个 其实封建王权或者一个专制制度下 呃汲取各式样利益 然后凝结起来成为一个现代统治机器 这个步骤一旦完成了之后呢 你懂吗 除非他自行瓦解 自己从内部瓦解 比如说前苏联那样的 那其实更多的是外敌的压力 以及他自己整个这个治理失效失能的这方式 但是他你说他有替代者吗 他是他是有另外一个替代者过来把他撞击 就是在他的前苏联国内 有另外一个替代替代的力量 把他撞撞掉了吧 撞毁了吧 不是的呀 他说他自己内部分藏不均 把自己给拆解了 这些现代知识分子和他里面的一些 呃 精英集团和里面一些利益集团 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 你这他整个理论犯是失效 啊 把自己拖了 拖死了 明白吗 所以你们不要有 就哪怕你是列宁主义者 你不要再去幻想 就是说你们可以 你几十个人十几个小孩 初中生高中生的几个 然后呢 你就能够像当年的列宁的那个是 哦呦 社民工党布尔紫维克一样的 然后呢 你的所有的发展土壤 那个时候有 你都没有 所有的发展土壤当中的那种压倒性优势 那种一下子能够见成效的 可行的有效的现实路径 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都可行 那个时候都很好很好走 你现在根本做不了 你现在没有一点走得了的 而且我更进一步的说 就是说还有一个教育的问题 就是这个教育使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都是T次化的 说教育比较好的 其实他的 我们我们讲的是 他的作为普罗大众的那种阶级意识 这个普罗大众是马克思原教旨 意义上的普罗大众啊 这个普罗大众就是被虐的不行了 一定要造反 被压迫压抑的 太痛苦了 痛苦到不是人了 一定要反了 这个以上阶级意识 就是绝对否定性 那种坚决的不得了的否定性 好 这种阶级意识的 按照受教育T次 在这个不掌握生产资料的人群当中 我都不能说 它是个完整的无产阶级的 它是一群不掌握生产资料的人群 无产者 他的阶级意识是 是逐次递减的 你明白吗 受教育程度越高 他受教受受被收买价值越高 高级技工 高级就是或者一些工程师 或者一些这个比较有有有能力的一些脑力劳动者 比较有有这个创造的魅力的一些这个艺术方面的 他他都不掌握生产资料 对吗 或者他只有一些 他的教育资本 或者说他的一些是什么 他自己生产出来的一些专利啊 或者知识产权 作为他的一小的小的生产资料 除此之外 他没什么生产资料 他对于公 没有公司股权 没有没有 没有这个土地所有权 使用权 没有什么这些东西 好 你说他有阶级意识 他这个马克思原教旨意义上阶级意识 他有有个屁我扣 多吗 我们我们成员家里开厂的 他厂里面那几个电焊工 就是汉那个余林文汉的比较好 做医疗器械的 一个月 拿最多能拿2万多 拿的比较少的1万2 好 他有接机意识 放你的屁了 没有的呀 对不对 这个零 这个一排梯度下来 对吧 你如果有一个 就是本歌声那种级别的 看得懂英文文献的 看得懂英文文本的 啊 那也没有啥反抗性的 这个日子还还比较好过的 大专的 混得好一点的 有点技术的 动手能力 又有点这个动脑能力的 能自己搞点小发明的 也没有啥阶级意识 没有啥那种 我们指的阶级意识是很 很坚决的 一定要 一定要成为洪流先翻一切的那种阶级意识 他也没啥阶级意识 他也是攒到钱去过舒服的日子 他就想的就是如何在享乐上有所突破 啊 如果是那个漂亮女人 他可怎么怎么样的 我们再往下面一点呢 中专呢 他可能这个时候有点感觉苦了 难受了 但是他那个压抑和痛苦 也仅仅能够变成一种道德意识 这其他人都不道德 因为吧 其他人都是都是坏 我是好的 我是纯洁的 怎么样的 你知道在中专都没念的 是初中辍学的 中专辍学的 那那批就可能有所谓的阶级意识了 但是这个阶级意识不是个整体的意识 他不是个阶级意识 这就是零散的 这人没办法在产业当中集中 你在工业当中被分工出来的无产者 而且作为无产者集体的里面的很多主力 他不是那种真的是初中辍学 就是在教育体系里面得到负面评价 负面反馈 很痛苦 整个人生 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在分工当中都是极度压抑的 这在人数上可能比较多 明白 但是他对于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工业再生产 他可地带性极强 不是说离了你这批人 我这个厂就开不了了 你不敢立刻把你换掉 在无产者人数比例中 可能这这批人占个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五吧 但是其可替代性呢 就基本上是百分之百 对不对 那帮就是有一定技术的中专毕业的 一个月拿五六千 大专毕业的 年份年头混得久一点的 一个月拿六七千 本科毕业拿七八千 对不对 然后又是比较有手艺的熟练的 一个人的那一万 就这个 这个四五千到一万多 这这批人 压仓实呀 他哪怕这这群人 占无产者的比例 占一半多一点吧 我都我都愿意跟你说 他占一半或者不到吧 你能怎样 你能怎样 乳能怎样 你了解吗 你 你 你靠那些 辍学 就 他们 而且是 这些辍学的 或者这些 就是 受价程度比较低的 这些无产者 你说他要掌控生产资料 首先他没能力掌控生产资料 所以他痛苦嘛 他没有溢价权 有能力掌控生产资料之后呢 有技术给你掌控资料 这几个小厂 或者竞争对手的小的小的小的厂 这回去 你就有溢价权了呀 你知道吗 你说南京那时候资产借 把无产者给收买了 但是关键问题就是 他不仅收买的 还同时分化了 把你这分多少类 给你分化掉了 有个梯度在那边 按照你受教育 按照你的技术 给你分化了 而且他是一开始就分化的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 他不是说 发现你有技术的时候 再分化你 他是直接按照学历来分化 这不给你 打时间差 你这个人 只要你是大专毕业的 只要你是 或者说是 职校毕业的 有一门手艺的 哪怕是 不怎么 熟练的 你有那个文凭 有那个或者 有那个证书 就给你预先设定好的 明白吗 你就是说 统治阶级诡计多端 他不是统 他不是诡计多端 他是只有这种模式 幸存下来 如果非要说 让他干了 干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技术好 然后再给他高工资 那个时候收买 他可能来不及 他可能就去 其他小作坊里面了 我们讲了 这种无产者 这种有技术 有有这个能力 去和生产资料 结合的无产者 他不是说 在集结成军队 来干 来和 来和资产 这些 做做斗争 他们选择的方式 非常一致的 变成小作坊 非常一致的 有 或者变成小的竞争者 他按照同样的游戏规则 就跟你抢 他不是说 所以这个逻辑 我跟你们讲 就是不是说 无产者在这里面 有了技术 有了能力之后 能掌握生产资料的之后 发现自己还被压迫着 低工资 或者垃圾劳动待遇 被压迫着 然后这些无产者 就下定决心 和激进知识分子结合 激进知识分子 教他们 暗地里搞了很多 这个是什么秘密组织 然后 懂吗 然后又由自己的 稳健的工业力量 这工业力量 生产出枪炮出来 一下子把这老板全杀了 武装夺取生产资料 甚至国家机器 他们不是这样想的 他局部的 就可以完成这一点 怎么完成 局部 我自己去搞个小作坊 我六七个手练工人 我自己搞个小作坊 接你的外包单 我就抢了你的生意 对不对 你个老板能统治我 不信你有钱 或者你有市场交易关系 我要干过你 我不需要走那么迂回的路 最后脑袋 拴在裤腰带上 造反 最后拿下国家机器 然后再把你审判了 把你杀了 还要这样迂回吗 大哥 成功概率是多少 这么大一个国家 这么大 分繁复杂的工业机器里面 你叫人家走这种迂回 所有人都觉得你是傻逼 你知道吗 大部分都是拉棚单干了 大部分都是自己 生产资料 我掌握生产资料 我为什么一定要抢他的生产资料呢 工业大生产的剩余 会让生产资料不是被夺取的 你明白吗 而是被仿造被复制的 他自己出来拉一个自己流水线 甚至他都不需要买一个流水线 租的流水线 他自己肯干一点 他比这些比这些工厂主要更勤劳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民营企业家 其实他妈的有的在草创这段 是比他的工人还要勤劳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勤劳就一定是一个阶级优点 他们为了避免自己手下的这些产线工人 或者说一些技术工人掌握了技术 然后又怎样的之后出去单干 然后就卷得过他 他自己更卷 从资本上 从各种经营方式上 这些民营企业家 他妈的卷更卷 你妈的逼的 一天睡4个钟头 他的手下的高级技工 可能一天能睡7-8个小时 6-7个小时 这老板什么睡4-5个钟头 还是很多这种老板 他自己要么就是一些小知识分子出身 要么就是这些技术工人本身出身 我一直举了一个例子 还有他妈女的家里面开厂的 这个女的为了给自己厂里面 当时是一种疫情 我一直举个例子 为了资金周转不利 这个女的竟然下海去卖银呢 我靠 很夸张的呀 所以我们讲的这种竞争 他就是局部的捉对厮杀 局部捉对厮杀 很很常见的 局部捉对厮杀 不是整体战了 不是总体战了 你要去寻找一个经典的 那个当波澜壮阔的那种阶级战争 总体战 你你征兆不到人的 没有人愿意跟你玩这个东西的 他会发现 我这群人 我努力一点 我一直坚定一点 他们可以过人上人的日子 过好日子 我们这 我们这几个 卧槽 我们也攒点技术 攒点钱 租个门面 我也可以跟他们斗一斗 不需要是什么 成功的时候杀人家全家吧 对不对 你就把他单子抢了 所以他们的报复都是在 这种 这个游市场的游戏规则之下来进行报复 这个市场的游戏规则给很多 你说他的待遇和他能力不匹配的一些无产者 提供了报复的机会 他们有机会报复的 关键问题是有只要有这条路在 绝大部分人不会选择暴力革命 选择暴力革命的都啥 这条路都不愿意走 不走不了 是不了的 你明白吗 而且就技术更新迭代的速度 往往是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呀 打工人 只要愿意去信息上或者创意上前沿一点 往前钻一点 很快就扭 就是攻守之势就一野了 很快就扭过来了 所以这个时代特别从21世纪开始 这个完全这个图景是不一样的 你明白吗 这个阶级斗争的图景是不一样 这不是调和论 不是说调和论 你预言说最终一定是两大集团用这暴力冲撞 谁输了就得是什么 里面的精英就被杀掉 头头中间的那些帮凶就被劳改 然后下面的那些家族世系 就通通剥夺他的权利 你最终一定是这样吗 人类一定是这种图景吗 你不需要想一想 那为什么这个图景没有发生呢 矛盾阶级矛盾不会结束 所以我们不是取消论 不是取消斗 阶级矛盾冲突一直在那边 对不对 这个分配方式不公平 或者说这样一种用资本的抽象符号 一下子就可以占据优势 获得权利分配的权利 这个矛盾不会消失 它不会消失 它从其他方式在进行博弈和斗争 各个角度在进行博弈和斗争 它也不会消失掉 而且它一直存在 然后你们就是认为除非那样斗 否则你们不斗 那简单来讲就是你不斗了 不是吧 你们的逻辑不是 除非那样总体的暴力冲撞 武力冲撞 否则你不斗争 那就是那好了 大哥 那暴力武力冲撞 这个土壤环境 这个路径你们在走吗 你们没在走呀 那等于就是你不斗争了 你们一天到晚搞的宣传宣传宣传来宣传去就是说要坚持暴力武力斗争 要不共戴天 此仇此恨不共戴天 好你所谓的宣传要团结起来要够胆要够勇敢到时候敢敢这样暴力武力斗争 然后敢秘密的把暴力武力都搞起来都暴力武力斗争 好我操 你敢呀 但是你不做呀 你就说大家要敢 大家要敢杀人 敢杀人 敢杀人 不是 就除非有这个机会 但是你们有个就有这个前提 只要有这个前提 只要天下乱了 有这个前提 你们就敢 不大哥 他现在没乱呀 那你们下面一句话没说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前提 我们就什么都不做 你们就会说四个字保存自己 好好保存自己 就保存自己 保存自己 团结保存自己 团结保存自己 那其实对于你们来讲 我就是说你们就是不做的呀 就是你根本就什么都不做 很多无产者 很多底层劳动者 他们选择的博弈的策略就是两个 一是自己去做外包 做个理货 我就做小的市场主体 去和这大的做竞争 二就是子女 靠人口再生产 子女在 为什么就要卷教育 你现在就知道吧 因为这个教育是真的是现代教育 这样分化 分化和预先收买 它是分化同时预先收买 通过文凭 通过它的学历 就能够预先固定它的薪资待遇 它的阶级利益 就两个呀 明白吗 懂吗 是先是平等全收纳进来 然后呢 过程当中进行分化筛选 然后 毕业之后是预先收买 预先分化收买好 当他还没毕业的时候他觉得天子掉子 明白吧 你说他背叛了阶级利益 他会觉得我在实现我的阶级利益 所以说不通 你不能靠嘴巴去说服他们的 就这么一个教育 它其实现代教育在现代阶级冲突当中 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机制 现代教育越具有整体性 越具有统设性 越是无孔不入 密不透风的 那么阶级矛盾的调和 现实的调和 就越是成功 那美国他还有这种 就是黑帮化半黑帮化的公团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点没做好 他的教育不是由现代国家机器整个垄断的 他没有通过他的现代教育 把他的国民通通进行这样一种 先预先大家都平等 然后就弥合了所有的仇恨 原则上的仇恨 就是形式上大家都平等 通过全体教育 然后呢进行一个连续的分化 美国不是连续的分化 他还是大的分化的 中国的话是分阶段的一部分化的 小学初中 初中高中对不对 这边是初中 职中 职中 绩效 中专 然后和大专 这高中和大专和本科 本科和研究生和博生 他都是比较绵密的连续的一个分化 美国没做成人了 美国的社区大学念出来全傻皮 对不对 然后不念不上学的就学去当来临的 他就是会有几大几大团块 然后上好学校的 那就是专门的 上好学校当中的比较挫的 比一般专业的 那是中产家庭 上好学校当中精英专业的 那就是精英家庭 他有他有比较大的这个比较大的落差 他几块比较大的落差 然后他的民间就会形成这个很明确的 就是来自于出生不同 读书导致的出生不同 很明白吗 就是他的出他出生本身的不同 很大程度在他受教育的结果的不同当中 又被保留了 那么在我国的话 出生的不同和他受教育结果的不同 他是很大程度上还是可以改变的 还可以扭转的 没有意义对应嘛 你不是说你是穷人家出生 你最后一定是上中专 还是有很大的一半或者40% 是能够上高中的 后来可以念大学的 在这个以上讲 然后你念的大学 你出来你只要是个工科大学 或者理工科大学 是厂里面用得上的一些文匹 再怎么定 你这个新人给五六千还是能给的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 我们会发现 我刚刚讲了两种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无产家庭他要实现他的报复 或者实现他的扭转 局部的力量对比扭转 他这个靠子女教育 靠子女教育 通过子女教育来抢这么一个 预分化的优势地位 只要这个东西 只要这个东西赚的好就没问题 所以之前你们就讲了那个什么 江萍啊 那个女的就是什么 那个新闻 那个新闻 有有一定的痛点也很也很很正常 因为这个新闻可以两边解读 懂吗 这个新闻有可以两边解读 所以所有的好的热点新闻 能够引起意识形态焦虑的 都是他可以双两边 就是输家那边和赢家那边 懂吗 赢家那边会说 这是我们的靖鸾 保送 这是我们精英家庭的靖鸾 我们的胜利者家族的胜利者势力的 这个社会当中胜利者 赢家的靖鸾 竟然被你这个 被你这个 这个底层家庭出生的中川生的妈的 就是占了便宜的 也肯定是假的 对吧 然后 然后对于失败者 loser那一边 这无产无产家庭 我不掌握很多生产资料的 就不占优的那那那那边看 就是 哪怕他是造假的 他妈的 他能够骗到你的这个名叫录取命额 就是好 就是正义 这是这是保底 其次 他说不定不是造假的呢 他说不定是真的呢 他证明你们的教育是失败的 我们的这个 我们底层家庭是出人才的 出出 真的凭兴趣 是出好好人才的 但是又反过来的 又非常有 就是 底层的家庭凭兴趣教育 凭这个 这个又反过来就变成 精英又可以回怼他说 所以你们这些穷人都他妈的只能卷学历 真正真正的这个精英教育就是要看兴趣的 就是要看这个天分的开发的 就是就是每一个节点上面都是都是攻守点 这个这个新闻当中的几个节点 一它是不是造假 它是个攻守点 对于精英家庭 他会批评你们这底层人 你们这些loser 你们就是不诚实 但是对于那个底层家庭的说 怎么造假 我他妈你本来就是不公正 不正义的一个分配机制 教育资源分配机制 社会资源分配机制 造假他都赢了 造的好 造假他可以造过你们 造的聪明 这是一个攻守点 第二个攻守点就是 教育本身是应该偏重学历教育 学历教育他所代表的能力 到底重不重要 学历是不是就代表能力 精英家庭会说 精英家庭在这个点上会说 你看他再怎么地 他要有好的社会地位 他是不是要靠竞赛 然后保送他 然后获到一个好的大学的学历 对不对 他搞这个不就是为了求得一个学历吗 学历就是屌 而且学历很多高的名校的学历 都被我们精英垄断的 那穷人就会说 学历顶个屁啊 你看人家中专生的学历 就比你们这些就聪明 比你们这些是名校的 北大的什么这个什么 哈佛的一块参赛的人就聪明 学历就是个狗屎 学历不重要 这个社会按学历分配就不公平的 我们这些穷人屌丝 这妈的 凭什么为什么一定要 在这方面被你们压迫 学历又是个争夺点 然后第三个 兴趣 兴趣又是个争夺点 或者天才了 天才天分又是个争夺点 对不对 那个 他又那边就可以说 精英家庭就可以怼 说你妈的 你们这穷人 只有在你们的 就是你们的学历教育 应试教育的漏网之鱼当中的人 才有什么天分 他们的天分才未被 就不能够同时获得应试的成功和兴趣 和天才保留他的天才 我们你刚才虽然你12名 你有一个考上12名 怎么定呢 我们前面1到11名全是我们的人 他同时又有高学历 又有高天才高天分 又有创造力 对不对 你们这些底层人弄出来的人 如果是正儿八经读了那些学校 也就没有这个天才 没有这个天分 他只有在一个中专里面 其他东西学不拎的 其他东西只能考虑80分的 他才能保留这个天才 对不对 那个穷人会说 哪怕我们这个接受是中专教育 他都有他的天才 我们这个草根出英雄 哪怕我们接受是这种中专教育 就是很挫的质量很差的这种 职校教育 我们都能出天才 就各说各的 都对自己有利的 你知道吗 流感 所以这样新闻能成为焦点议题热点 其实它背后包含了两大 其实是两大阶级之间 阶级意识之间的一个冲突 他在不同的节点上 在这个新闻的每一个节点上 每一个节点上在两边互为攻守 现在这个官媒出来 又有一个新的战场 新的节点了 什么节点 不要侵犯隐私 不要侵犯隐私 那么这个节点很明显对谁有利啊 whose winner 那些winner 对他们有利 就是也就是 其实是两边都可以拿这个 不要侵犯隐私权来做文章 那穷人就会说 你们不要再来质疑我们贫民英雄了 人家有他的隐私的你们这些 这些反正受高等教育的精英家庭的人 你看你们多没素质 你们侵犯隐私 我们哪怕是我们是穷人 我们穷苦人出生的 这个我没有什么草根当中的 我们也是有隐私的 有没有 然后那边就会变成一个 你看我们更文明 那边就说 隐私权这东西本来就是个文明的东西 反而是庶民的狂欢 不停的侵犯隐私权的 不是自媒体吗 不是草根什么抖音 这些都庶民的狂欢吗 穷屌丝 才一天到晚喜欢打听别人的事情 才一天到晚把这种新闻 炒作成是个热点 去关注他 明白吗 他就精英主义话语 对这种这么一个小事情 小东西 一天到晚去挖 去挖 最后 底层草民的网报 底层草民的网络舆情 你们才会破坏隐私 就是一边说你们粗鲁 你们他妈的大喇叭大咧咧 一边说 你们利益被我们 被你们的反正人模狗样 被我们戳破了 你们心里面不好意思 恼羞成怒了 要深挖我们的人 两边都不承认自己在侵犯对方的隐私 都觉得对面是在以某种方式侵犯自己的隐私 但是这个东西总的来讲隐私权定调是偏向于谁的 还是偏向于精英的胜利者的 因为抖音民间自媒体的这种舆情喧哗的这样一种监督或质疑的力量 其实是草根的力量 其实这是草根的力量 你就给他上隐私权 隐私保障这么一个高帽子 教育资源不是公共资源吗 他获得这个奖 他妈的在宣告这个奖的什么 就把它当成一个 你不能既讲这些消息 本身具有抬高一些人的社会地位 这个奖的这些什么得主 就是什么要高看一点 或者要多拿一些社会资源 那这是公共性的事件 他分配也是公共资源 教育资源规计也是公共资源 然后你是要说什么隐私权 他得让人监督对不对 你太讲究隐私 就是说公众对于教育资源的分配就没有监督权了 太讲究这种温文尔雅了 但是肯定有过头的 这种情况就担心是民粹过的头的 把这小姑娘的那种什么情感 什么私生活挖出来 那就完败了 那你这些平民平民阶层就完败了 穷人就完败了 就对了两边 哪一边先被污名化 然后自己头脑不冷静 做出出格的践踏底线的 和这个大家都接受过的小学生的小学教育里面 尊重女孩子 不要去偷看人家裙子下面的东西 懂吧 你这个底线你都被击穿的话 那就被那你就输了 所以对蕾的两大阵营他不像当年一方是完全没受教育 然后小一小撮精英知识分子 判离的他的那个 赢家集团过来 把他们整个武装起来精神上物质上武装起来 然后有很强的物质汲取力和动员力 然后更集中 意志更集中 更有组织度 一下子就赢了 那是当年 现在这两个集团都受过基本教育 都承认基本现代价值 你误会吧 都承认基本现代价值 现在基本的公开审判 对不对 还有法定 各种处罚评价的法 法定就法治的观念 平等的观念 然后两性 两性平等的观念 然后不得有性暴力 性判罪的观念 很多大部分的这样的价值 小学阶段 小学生 小学生从他那个家长和老师呢 得到的教育 是两大集团的公约术 可以说是人类公约术 明白吗 所以时代完全不一样了 两个阶级 哪怕在某种意义上 名战案战对垒着 他的方式跟一百年 两百年前完全不一样的 你有什么路径 可走向总体现在两大集团 是暴力什么东西的 所以因为走吗 因为这个路太多了 这路径太多了 我说难听点 你要不要去健身练的好身材 去把人家老婆偷了 都是你本事 明白吧 你健身练好身材 偷人家老婆 总比你他妈的去偷的船枪 被逮起来 枪毙也好 就杀人家老公 被枪毙也好 你这做的规模更迂回更大了 你不是传你一个人 传一堆人 几百号人 然后里面有什么精英知分子 给你们进去组织洗脑 给你安排各种 什么什么是各种战 战法战术 什么这东西的 是这样的吗 大哥 这个游戏有人跟你玩吗 这个东西只要稍微有段 有点现实判断力和历史常识的人 就不跟你玩这个东西的 我再明确一点 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会跟你玩这个东西 没有一个精英知识分子 他的身份足够压到你们 你们这个 懂吧 就让你们这个无产者贴 这个梯次 梯次当中受教育程度最好的高级工人 或者说一些熟练的这个技术工人 或者技术者 从业者就工程师啊 这个IT程序员啊 医生啊 律师啊 他可能是无产的 那个律师可能是实习 实习律师 这个医生可能是个归陪生 他都是无产的 你要说有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他的那个身份或者理论 什么各式各样的调 调东西下来 一下子把他全压倒 不好意思 这无产者当中有他的知识部分的 有他的智信部分 有他的知识部分的 你哪怕那个头头 就跟当时那个什么八星的光辉道路一样的 头头非常非常激进 那个光辉道路就讲哲学的 哪怕那个头头非常激进 他下来 他受到从从阻碍 他不可能再像当年什么 哪个法学院毕业的 哲学院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 经营知识分子 下来就是降维打击 因为全他妈妈你腿子 受教育最好的就是 一些什么小学初衷 都是他那个什么 所在的城邦的 不是哪个城市里面 你没问吗 希望你们 秘鲁不是巴西 秘鲁 忘掉了 秘鲁的 那个家伙 那家伙他们团体还犯毒 你知道吗 就是 那你要讲呢 他至少那个团体 他妈的 他是走的是毒贩 然后打游击战 他也没有像当年的那个列宁那样 总体战 你明白吗 他也不是那样的那么夸张的狂野的 革命恐怖 他是迂回的 就那样他也是迂回的 他也是借助那些迂回道路的 他就那个激进程度 他也是迂回的 you understand 了解吗 就是我们当时那烟土 在民国时期 烟土是硬通货 你就不能把它叫做 现代意义上的贩毒 在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 烟土是 你那个时候 国际贸易都他妈 贩卖烟土的 那是人类从前现代到现代 这个转变的一个中间期 所以那个时候的烟土贸易 很多英国 那么殖民老牌殖民 那个所谓的人民 人类文明象征 他也搞烟土贸易的 是他合法贸易 所以说那个都可以看成是 现代性尚不成熟时候的 当然我们现在当然是坚决 反对一切形式的 这个精神违禁品的 违禁品 成瘾性违禁品的交易的 大家应该能够思考清楚 这里面的差异吧 这是很明显的 很明确的差异 你说现在 无产者 无产家庭 有这两条路可走 能够走这两条路的 都是什么 能够有基本学习能力的 能够积攒劳动经验 和这个知识技能的 还有基本的社交能力的 组织能力 能够逃到老婆的 能够互相组建成一个家庭的 这两个就能人了 但这能人都有路走 明白吧 你的老婆讨不到的 技术学不会的 哪怕你要想那么多 想整个天翻地覆 整个暴力恐怖 什么这东西 你做得到吗 能力上你做不到 能力上你做到 你就不会走这条路 走这条路 就这个道理 understand 你但凡你能掌握好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 就被市场收买了 你但凡你能讨到个老婆 你结婚了 结了婚之后 你不得了 不好意思 你的激进度就没了 更不要说你就不要去幻想有那样的知识分子 有那样的精英知识分子 他能成为中间的纽带 中间的这个凝结核 他们不会下凡来的 他会远远的深远一下 他们会派他们的小灯远远深远一下 但是他不会下凡的 他不会过来的 列宁能走到群众当中去 是那个时代 现在你你你指望他到当中去 做梦呢 明白吗 就是只要有基本理性的人知道这个选项不是个选项 屁又没有 我说了你这个 你懂吗 你这个什么大鱼吃小鱼 你这个三的一个鱼要吃人家2吃2.5的鱼 要吃着你要你要最后要去挑战那个666万的那个鱼 你就做梦呢 我靠 这个知识分子 第一下去的这个高级知识分子 是个教授啊 或者是个什么博士 什么博导什么这种人 你觉得他会走出这第一步吗 除非他精神精神失常了 因为他如果会算的话 他会知道 他可能需要活200年做80年的牢我200年可能才够他就按照按照他成为高级知识分子40岁40岁开始他他的有有有有有有有状就你懂吗 而且学历教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使得精英知识分子的年龄 你要拿着博士 如果你很年轻的拿着博士就拼命死命收买你 你的被收买价值就很高 你如果三四十岁4030多岁拿了个博士 然后还要说压倒性优势能力压倒下面那些很激进的一群无产者当中的什么律师 实习律师归陪生医学生还有一些那些什么程序员设计师 要很压倒性的压倒他们 要靠学术资本压倒他们要让他们听命于你让你要做他们领袖 凝结核叫左123这种吗 取个例子 有用吗 这个游戏玩得转吗 左123下水了吗 左123敢公开说他是谁 然后处在流亡状态然后坐牢会怎么样吗 现在全网不知道左123是谁吧 你要做凝结核你出来那是实名的 凝结核你出来你在半流亡状态 地下状态半流亡状态凝结核呀大哥 你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其他所有东西都其他你整个整个团队的做的所作所为的东西是由你负责承担的 你要让公众宣告你存在的 你不要骗我说你那是地下状态 第二状态你怎么你怎么办场呀 第二状态你怎么有你的那个 半武装性质的 哪来这些东西啊 第二性质你怎么那个什么你的机关报啊 什么这个啊鼓动网络啊 哪来啊 understander 他他是一个什么博士生或者说是什么副教授讲师他算一算就能算得出来了 他可能穷尽他一辈子他列宁的前半步路 列宁走的两步路他走不了 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呀 这个时代不一样了 你让他去一个半工业化浓入制国家 啊说不定他还可以的 说不定他行的 给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他就可以走 不给他这个历史环境他走不了你知道吗 他做不了这些事情 就是很明显很明显的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 而且高级精英知识分子 在那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又完全依赖于分工 他要吃饭要养活自己要有钱 要有社会活动力 就是国家换养非常依赖于国家换养 他自己想弄的钱很难很困难 除非他自己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啊 他自己家里面出生是什么啊很有钱的很有势力的家庭出身的 他没毕业就是各种反正各种股权好处都拿到手了 那这样反而对他控制也会更强 他没有那种解离性没有那种否定很强的否定性 他有很强的否定性呢他又没有能力 他脱离这个他吃不到东西 所以在这个上讲我们又说了 就是赋予很多学术资本能够去某种项上临破 和这个要求别人臣服于自己的这些高级精英知识分子呢 他其实在实践上又是傻逼没有实践能力的 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 有又有又有学术精英的那个学术资本能压倒性的 致实上压倒性又有实践能力的 这早就被同志集团给吸收了 啊他早就被同志集团给吸收了 收买了 那给那个什么什么当当 明白吗 所以这个东西呢 而且他要保证他有这种激进性有这种很 就得你的家庭是 你的家庭出生但是比较比较 比较贫苦的比较 或者说是这个同志集团内斗失败的一方 内斗当中失败的那一方 啊内斗当中失败的一方 或者利益被 利益被侵害的那一方 于是说恋人家庭 他父亲是什么教育大臣还是什么呢 当然是一个省份的了 所以你可以说他不是不是同志集团核心的核心部分了 然后那个时候 地方上的统治精英他会想 对啊我能够要最大化的整个民族利益 或者说他的所所在省份的利益 所在家族的利益 那你按照沙皇的这种专制王权肯定搞不下去的呀 垃圾啊 啊他不是按照现代精英人才选拔 或者是课程制的方式在组织这个权利啊 看不上眼啊 所以他就有内在的离心力啊 减离出来的力量 所以这个列宁的歌会是一个民粹主义啊 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分子 激进暴力 这个他子女的意志实际上是父母的潜潜在意志的一个体现 他父母所代表的那个政治精英 呃序列啊他就是觉得啊 专制俄国人的路走不了 那专制他路走不了不是因为他是专制 而是因为他是血缘士系封建贵族宫廷政治 动员力太低了他巴了巴子的 对吧 你换成精英知识分子专制 ok了 他动员力高 啊 还有把那个封建土土地权 那个大大小小那种这个分封网络 世系网络全给打散了 整个都攥在一块了 大家能看到就是说在这样一个他父亲是一个教育大臣吧 现代教育体系的配置过程当中 酝酿着这样的思想 用其一的整体的啊 然后那个按部就班的临次致比的科层式的那种方式进行的教育 当中隐含着整个国家的政治模式要往那个方向去发展 那么沙皇的皇族宫廷专制 他不是因为专制 是纯粹是因为皇皇族宫廷 还有这个血缘传承的土地的呃 这个割裂的国内市场的分崩离析的那种状态 这个分工关系的混乱腐败的那种状态 和你教育大臣所设想的那个国民现在教育的那个图景是严重重突的 所以他的儿子就会激进的反对那个东西 要去刺杀 然后被杀掉了 明白吗 他否定性其实也是来自于他统治集团内部 一部分精英对于整个这个统治模式是完全不认可的 这个相当于这个这个这个硬盘里面全是他妈的坏道 全是他妈的坏块 我要用个SSD 用那种颗粒 那每个每一个储存颗粒都是均质的一致的 是高度有序的来代替掉你 这就快速读写 然后对于整个省份 整个整个国家 整个这个人口共同体的利益都是 啊 整个这个国民的利益都是 一下子就增长起来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 这个背叛他阶级的贵族二代 或者说他既得利益者二代他不是无来由的背叛的 他背叛了之后他选择了成为精英政治家 呃激进革命者 他也不是说明白吗 他也不是说就是完全就先把整个的去不不去认同那种那种那种模式高效有有力的有用的 他是会觉得他并不是说反对高效有力的强有力的 监管控制 模式 他只是觉得你们用的不行 你们用太垃圾的 understand 你们没有形成合理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互相的内耗 所以在这里上你说这些精英革命家 激进的革命人士他真的完全站在底层平民那边吗 他他可能是使得整个民族共同体 或整个这个呃 整个这个人口社群啊 这这一个国别或者语言区块 或文化影响影响的这个范围 主流文化影响范围作为一个一个范围的这么一个 人口社群 他在寻找他整体的新的生存方式 在这个新的生存方式当中 他是解放者没错 但是又是规训者又是 统治者 他又成为新的统治者了 操控者了 明白吗 列宁肯定都是新的统治者呀 他还彻底解放所有人吗 怎么可能这么做到吗 understand 斯大林肯定也是新的统治者 他不仅统治老百姓 他把那什么元帅里面多少个 十几个杀了几个权杀掉了 什么什么 你说什么不想说的吗 什么会议里面是什么 他的那些全干掉了 了解吗 这政治计划就是政治计划呀 对于底层存在的囧态 困苦具有解放性 这个是获得政治动能的一种叙事策略 他到底能不能兑现 哎呀 这个不是说取决于这个革命者的主观的 理想的愿景呢 主观的理想的想法就是最好 那穷苦人翻身的过得就变好了 舒舒服服了 有很多情况下是新的后面会有新的痛苦 代替前面痛苦 新的痛苦可能更剧烈 或者烈度更夸张 甚至更更狂野呢 因为新的制度在在在降临的时候 新的这个 就统治精英和这个底层平民的那种 互动关系在成型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新的统治精英的来源的那些路径 在在发展成型塑造的过程当中 这种激励矛盾一直一直一直会反复反复反复的出现 然后大家会去抢夺不同的制高点 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甚至还有很多是旧旧的恩怨情仇 在旧的统治模式之下 你占了我几块地我占的怎么这样的 家族之间的那种世仇 或者说一些学派之间的一些权 这权势人物之间的相互倾压那种仇恨关系 他到新的当中你就完全消失吗 他不仅不会消失 他有的还会产生出新的人 不是说那种什么 打倒谁谁谁之后 本来被说是反革命的 一下子他变成不是反革命了 然后他之前压迫过他的人 害怕被清算上去把他挠了 被挠了那个人的子女又回过来 偷一个找一个机会 又当中又把杀了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的人 又给他杀了这边又给杀了又给杀了 你们吧就有这样一种在在政治计划 政治方案迭代的过程当中 又有民间的草根的各种原始暴力 朴素道德道德的一些争端冲突 伦理的争端冲突 经济利益的 或者说是局部的一些政治权利的争端冲突 这千丝万缕的都在里面 你不要去幻想一个政治计划 铺设的架架设了 然后这什么这些东西都没了 做梦呢 而且我们讲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转型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在 整体的政治方案迭代的过程当中 中间一定是有治安混乱期的 内战状态 这个治安混乱期内战状态当中 无数的恩怨情仇 无数的血淋淋的这个烈度是比之前的那种模式下 烈度远远要大 往往催生新的 理想社会安定状态产生 你会发现好像心心向荣的安定状态产生了 大家一下子都过上安稳日子了 这个叫做 明心思定 你懂吗 大家脏事恶心的事情做太多了 趁乱做了好多好的脏事恶心的事情 都害怕被清算 就干脆有哪个势力出来说 那就这样了 两位客人先生小姐 这个你们就闹到这里了 我们我们这里要歇业了 你们可以回去了吧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 后来终局性的这个 终局性的新的这个制度 架构铺设下来是因为 太夸张了 这个他妈的闹了10年20年 几十年他妈的逼的 一代人两代人处在不安定的一种状态 然后各种 肮脏的恩怨情仇什么这些东西 就是新的制度新的 新的这个政治体制被设立的 其实要大量的赦免 其实是会有大量赦免的 啊 其实要大量大量大批量的赦免 当然他会如果过程当中赦免的越多 就你完全全部赦免也不可能 肯定是有清算的 有特定利益导向的 特定这个为新的政治经济和人才 选拔和这个阶级利益分配制度做铺垫的 呃这些 啊做配套的是要有清算的有部分清算 当然是有部分清算就是坏分子啊 或者以前的出生不好啊怎么样的 啊 但是你全都清算完了 你你也不想告了 你是安定下来的 你这个清算只会比之前的仇杀 你与其说是在清算这些人 不是说是在保护 通过以清算的方式在保护他们 当然有些急急坏的枪毙杀掉的 啊 所以这个清算要要做的就是看上去清算 卸了名分了 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半清算的方式 就到此为止了 不要再进一步了 你的子女后代也不要去再去找他们报仇 你的子女后代也不要再去找他们报仇了 这个游戏到此为止 这个游戏不到此为止的话 那整个就是 凝结不了的 整个这个 就对所有人的不利 一直乱的对所有人的不利 所以我们在这里上讲就是说 动不动 搞运动 特别是在这个 和平的之后 啊 在这个政治制度就 你可以用和平方式 内部的方式来解决的时候 动不动 搞运动 搞运动 搞的变成 旧的土刻仇杀的矛盾 又被先老底掀起来了 旧的一些什么曹帮 这个是什么 和这个路 汉汉汉道之间的那种 仇杀关系 又被搞起来了 旧的这些以前的老工人群体 和这个这边的一些 啊 零工大零工的这个群体 的矛盾又又起来了 这个实时求是讲 有多少是阶级矛盾 有多少是 旧社会仇恨带进来的 带回来的 啊 我们 我们要想一想 实时求是讲 因为我们必须得承认就是说 哪怕你是新架设的政治图景 政治图 政治模式 很多利益关系 很多信息啊 很多这门道 很多专业 很多分工关系 是继承的旧社会吗 是继承的旧时代的 尤其是一些 你本来不是直接作为解 这个根据地存在的一些省份 明白吧 你哪怕你这个省份里面占了一个城市 那也只是一个城市啊 你解放区就是一个城市啊 比如陕西 对不对 你一直站着的也就是 也就是延安 那其他的城市那些大城市是不是 你一直是其他军阀站着的 对不对 那你就算是这样的 离你很近的 红色革命区离很近的很受影响的 要去治理要去统治的时候 不好意思 你还是得让旧市立的 权力 代表 要搞个什么副省长干干 懂吗 要搞个什么副市长干一干 否则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明镇 和这个粮食供应 这什么这些是什么 你懂吗 各个各种门道 你哪怕全都 你你你准备全去用暴力手段全去杀吗 你一个城市里面几十万上百万人口 千丝万里的利益关系 你通通准备用枪杆子来说话吗 不可能的啊 你做天下了是不是 所以 你要想吧 哪怕是在建国之后 那几年 那一代人没有老去吗 你又过了十几二十年 那一代人还是没有老去 他们的利益关系家族关系 这就是 他是换了一层皮 套了一层新东西继续延续着 不可能一下子全都跟摧毁瓦解的 那我们要讲你如果说盲目的搞运动 你在多大程度上会说是 当然我们 当然就说真的都这些很多 这些冲突矛盾是根深蒂固的 是他存在的时间 可能是 他存在的 有的时候我不想把它说成是复辟 因为他可能从来没有退位 没有死过 你知道吗 you understand 而且很多不能就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 他可能是旧的统治世系当中 或者旧的 在你旧中国民国或者清朝时期 那些利益关系 这块地这条街它是一直向来是我们家的 什么这个东西 还有这个铺子 这个桩 或者说那边那个矿 他怎么一个 踩的那方式 哪些 踩这些矿或者说那边发了一些林子 要有个什么特殊的技巧 什么的方式 就被这几这几这几片给都垄断着呢 好吧 那在生产力没有实质性的发展变化的时候 旧的生产关系当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 他还保留在那边 他就换成新的皮嘛 大哥 懂了吧 你这个新的这个政权 给他安排了新的本地的这个省份上一些城市或者一些 木区啊 一些矿区啊 他里面的一些或者是各行各业的一些利益 利益分配关系 他保留了之前的很多是保留的 你就算以运动方式把这个东西先翻在地 然后怎么样的 生产基础 还有还有就是基本的还有一些天然的自然的一些原理 他就是性 可能会有 你懂吗 就是说可能会本来是这个 举个例子 本来是这个姓刘的这户人家 他从晚清 民国他就是站着这个这这条财路的 他人家儿子又多又厉害 好了那这条财路 你就说把姓刘的这个家族给他干掉了 他被清算了被杀了或怎么样的 但这条财路还在呀 你你的那个 you understand 你的生产利益没有说要能够脱离这个财路 他还是个财路 比如说那个那边几个小煤窑 或者那几个是什么几个这个航道 和运他还能有利益 你就算用 用集体的或者说又就是国有的方式把那边给怎么怎么样的国有化全民化了 客观上还是人去在占据那边吗 只不是所有权了可能是你派了一个什么大队书记啊或者派了个什么人民公社的什么 什么头头 明白吗 那他在那边居住下来 你只是用政治关系说 你怎么你用政治关系说他不让他做大 让他一下子做大的让他就让他离开 你本地总归要用本地人的吧 本地人的家族和那些财路结合了一块 多生几个男孩 以这半代人的时间 这男孩长到十几二十岁 他又成他的地方一霸了 他又成新的新的刘家了 就是恰巧又姓刘的话 就那个宗族里面出的人辅助他外派来的 这个全民所有管这块地盘的那个辅助他那个刘官 刘官志啊 外派过来的干几年就走干几年就走的 但是他十几年他一直在那边呢 他这个宗族又把这块地地又站在自己手上了 那我们要讲的这个东西是所谓的自然界复辟吗 这定型复辟 还说这个玩意没死过啊 你这个换了个皮 换了个皮他照样活着他照样能长出来 你把那个首恶那一家姓刘的那家这个恶霸大户给全杀了 他亲戚那么多那没死呀 他亲戚以前是给这个恶霸大户做佣工的帮工的 做文书做财富的 他也懂得这个门闷道啊 他知道怎么利用这些生产资料赚钱啊 因为这个自然条件赚钱啊 明白吗 啊这个驼驼驼驼这个马过这几个山沟沟绕这一块是最快的 他这个商业利益就有个最大最大的保证 什么这些东西 你在这里建成田路之前他妈的这个几十年永远是这样的 你说用人斗人的方式 把宰了把杀了 什么样的 你就得改变这一切 他这个城市发展 或者这周围的十几万人口 就要依靠这条商路 或这个什么航道 他才能满足他的最经济 最利的 最集体的利是最优的 你把这姓刘的人家 全他妈牵走 又换那个什么 姓王的人家 姓陈的人家 又在这边了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一个物质现实 他总会有人在这里 为更多的 很多十几万几万人口的利益 最大化服务 你强行的说 要把这权钱走 不好意思 没有哪个政治力量 会愚蠢到这个程度 说要这个自然条件 提供的这个当地人口 发展生活的便利 因为他有可能在这里 固结新的小的利益团体 哪怕就是个小家族 几十号人 就要给他动用行政力量 给他全动 你自己要不要发展经济了 你农业生产要不要有剩余了 支持你工业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机身单身机的问题了 你又要农业生产 支援你工业发展 工业力量 把这里建的铁路 把你这条航路的 或者说这条 驼运路线的 这个 这个 前现代性 给他扬弃掉 那你就得靠这条 暂时你就得靠这个东西 否则你没办法 走这条发展路线 你要从这些 不完善的 有问题的 糟糕的 会产生出落后腐败力量的 力量当中 生产出先进的力量 再去代替这些落后腐败的力量 一环套一环 understand 所以我们讲穿了 你们一直说是复辟 什么是复辟 我们觉得 我觉得就是说客观现实 客观现实 客观物质现实 这是经济规律 这是物质规律 你非要说 这是因为他们不纯洁 他们腐败堕落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 是太高看 这个政治实体了 因为那个时候 批评的是 是说是政治 政治能动力量 本身腐败堕落了 太高看了 你知道吗 这个归因归错了 这是个主观归因 他说我们的队伍 队伍腐化了 你要想 你们队伍何德何能 明白吗 实实求是讲 人家只是借你的皮一用 它是一个根深蒂固的 在落后生产力条件之下的一个 惰性力量 他借你的皮一用而已 不是说你的皮腐化了 带着它腐化了 懂了吗 那个财路 那个地方上的局部的财路上面 产生出的前线的力量 或者某种垄断的 某种蛮横的 某种自私的力量 他借你的皮一用 你换一个政权 换一个民意 他也会借你的皮一用 他也会收买腐化你的干部 收买腐化 或者满清派过来的刘官 收买腐化民国派过来的什么代理县长 了解吗 他也会这样 有的时候真的是太过于高看自己对于这些物质 物质现实的驾驭能力的太过于低估 本来就存在的历史性的惰性力量 才会所有的归因就是我们自己腐化了 只要我把自己腐化当中的那部分斗倒 问题就解决了 我觉得这是一种盲目 这是比较盲目 非常盲目的 而且是错误的 明白了吗 这是天然的会长出来 这不是说你不腐化 他也不长 不是说你腐化了 才让他长出来 这归因的归错了 所以我们都想 这是家境修道 不是说和尚打伞 无法无天 我们说家境修道 家境修先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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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又亡 你知道吗 家境修道 又胜又亡 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 冷静的 在思考一个 大型民族国家 多民族国家 现代化的问题 思考一个社会运动 历史变革的问题 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具有政治斗争目的的 OK 四道飞道 家境修先四道飞道 我当时我编的 我自己编的一个 一个邂逅语 我自己编的邂逅语 我自己都忘掉了 这个什么鸡里咕噜什么玩意 磨正了 我们在弹幕里面一直有人比较磨正 所以我们已经跟你讲清楚 为什么就范是行不通了 就范是玩不通大哥 你能走半步 你都走不了 没有人蠢到要跟你走这条路的 无产者不会跟你走 高级知识分子也不会那样下凡下来 他做凝结盒 他的手都不会脏的 只有你夹在中间的没看得清楚形式的 受教育程度很低的 自以为什么靠念念小精人家劳动群众跟你走 无产者就跟你走了 无产者当中有知识有文化的多了 要跟你走 明白吗 无产者拿下中砖的大砖的 他会去羡慕那些本科的 本科的会羡慕那些硕士的 本科硕士的会羡慕那些手上有硬通或技术的 他们自己有向心力的一串的向心力的 明白吗 只有连这一串向心力 他都基本感受不到的无产者才会去舔你们 你们手上就挥舞的那些学 都不是学术资本的 挥舞的一些意识形态 乌托邦的一些话语 术语意识形态资本 意识形态资本是不是资本呀 谁会念谁就有这个的 你怎么凝结 凭什么向你集中啊 向你汇聚啊 没办法向一两个人 没办法几个人集中汇聚 那就三五个都可以拉一个小摊子 三五个三五个那辍学学生拉个小摊子 三五个辍学学生拉个小摊子 三五个 这个大专本科念的诗意的精神病理化的 拉个小摊子 三五个那几个 搞那个什么 实习律师或归陪生就拉个小摊子 都三五个拉个小摊子 没办法向一个中间汇聚的 你这搞笑 你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资本 他妈不是资本 是民粹化的 不值钱的 你懂吗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形成梯度 形成集中化 没不是凝结和恶 你还就还做梦 要有什么组织呢 你们他妈的办那份报纸 都能炒炒出这四五家 七八家出来 机关报都没办法统一的 还是你那个屌毛机关报 有谁他妈要看呀 在搞笑 谁看的机关报有任何政治经济价值 有啥价值 看来看去看来看去 狗屁玩意一天到晚骂我 有啥好骂 骂我这件事情对于你的真正的受证 无产者有啥作用 有什么用 你还不如跟告诉他们拼头上 哪里买这个动力电池便宜呢 电瓶车上装一个什么自动升降的 那个辅助轮 哪里装最便宜呢 你也不如就教他们这屌东西呢 什么玩意 动不动揭露什么什么的真面目 揭露什么什么真面目 你不揭露一下你自己的真面目 你们做了个屌鸡巴毛呀 你们搞的这些东西煽动几个人 影响几个人 谁他妈跟你跟你们走 那无产者又搞不定 精英知识分子 你搞的那几个 实名跟你打交道的 他其他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归属认同 他的后路于不顾的 有几个精英知识分子 我指的是博士 讲师副讲师 讲师副教授最急的 有吗 有吗 你在里面混混这个圈子的 实事求是讲 所以你们既没有无产那一端 又没有精英知识分子那一端 这两端都没有 各个 你们就得同时扮演两端 你自己都得 你们发现 你们现在的冲突 你们现在冲突 就是你们自己的这种分裂 但实际上是你们想同时拥有你的客体和主体 要同时拥有你的主体 你们要办刊部要宣传要用你的客体你自己去荣工 获得不了无产者的支持 你自己就去荣工 其实不如你自己去打工 荣你自己沾点工器 工人的工人的工器 你自己给自己沾一点工器 但是无论如何你沾的这个工器 你对于其他的绝大部分的工人群体 你没有代表性啊 哥哥 你没有代表性啊 朋友 人家不像你巨龙 不像你汇聚 你开的药方 你告诉他们的生活怎么过 人家不这样过 一个列宁当时斯大林的先人 站的场 把身材再躲下来 我们自己造武器 就可以争良了 就有饭吃了 我们多多训练训练 有这个国家机器 强力机器有有有治安警察 有这个什么内务部队 有有情报机构 有他整个这个政治政治架构 跟我布尔什维克走 这个问题 你大部分问题 安全粮食生活秩序 还有生活的这个质量的提高 实际上工业化 还怎么样的 还有什么这个整个这个军事实力的保证 统统都有了 你们现在是看怎么什么行动药方啊 怎么样呀 大哥能干成成哪一个 有战场 你站的下来吗 站下来你又有什么用 站下来你就变成现实权利了 你站下来 你就靠你那个什么 一个什么小店的厂 你是模具厂 住宿厂 你真凉 真你妹吧 我靠 没有用的 这些人那么做梦一样的 你做那些事情 能兑换什么现实的筹码 再进一步走的 预准备要素 说你走这一步 你认为会下一步 积攒客观的现实的基本要素 有吗 唯有第二大哥 所以 你们这两片 另外一方面 你写那屌猫 你们自己就是客观测走不通 主观测你走不通 你发的一些什么刊物 你搞那什么宣传小报 谁看 有知识分子跟你 有高级知识分子跟你们打嘴仗吗 有跟你们交互吗 你懂吗 当时列宁写的那些东西 要动不动批评 拿俄国御用经济学家 相互之间是 是争夺更多的 是那个是普遍的知识分子激进化 那个时候是普遍的 三分之二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激进化 那俄国社民党 当时在海外 流亡在外面 他写的一些社论文章 和御用的经济学家喉舌 什么这 反正他学院派的人物 宝皇那派打嘴仗 打的是有很大影响力 因为他打得越多 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 动摇的其他的政治团体 就会转投这里 就会投到这里来 就给他们资源 给他们钱 给他们活动空间 帮他们说话 明白吗 你现在你打嘴仗 有谁搭理你 打来打去 有精英知识分子向你扣拢 有精英知识分子 加入你们的编辑部 这搞笑 有什么秘密宣发渠道 说你这个 你的机关报 有成百万 上千万的听众 读者 我这搞得干净 不自娱自乐 我靠 KQ群里面 小孩自娱自乐 这屌子有毛用 你明白吗 而且 你们这个文章 有没有写到什么深度 就是产业 具体产业分析 产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 一定会出危机 并且可以预估 它的危机 是在什么时候出现 你有本事写到这个程度 你有能力写到这个程度 你他妈的会是一个 初中小孩 高中生小孩 或是在一个什么 KQ群 或者外面的 那个什么 Telegram群里面 写这种屌丸言 你有这个本事 你把炒股去了 师兄讲 understand 你有这个本事 炒股不是叫你私人盈利 你就是积攒经费 你们绝对不没这个本事 没有这个本事 所以你假装自己办个什么报 搞个什么刊物 做宣传工作 你做的宣传工作 质量都是什么玩意 有正经人 接受过现代 政治经济教育的正经人 要看你们这屌东西 有正儿八经的人要看 你先到大学里面 去修一个现代经济学 微观宏观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你就把它修了之后 拿个学分 现在合格了再说话 OK 你那念 你把政治经济学那些经 那好多都已经被政委失效了的 朋友 现代金融资本主义 现代那么多衍生品 而且现在的产业关系 完全不是那个时代粗陋模型 可以包括的 现在的危机周期都不一样的 大哥 现在的凯斯主义后面的国家机器 应对这些东西 都通通不一样的 以前马克思的原来的模型 那是一个完全的 那就是全 完全的自由主义 那列宁西游镇的 他的模式 跨国 跨国托拉斯 国际金融资本 但这国际金融资本 还是那个时候英法 那个典型的 明白吗 英法控制国际煤钢 共同体 能源和重工业 还有是他的大宗 大宗贸易吞吐 这些东西的意义上的 后来这个模式失效了 说的最赤裸裸 离谱一点的失效的是什么 国际航运 他们就想到 天下竟然能 有这么一个强大的 一超 一大超级国家 美国保证国际航道运转 那个时候苏联 靠煤钢共同体的模型 就是铁路吞吐运力的模型 在指导他的联合体的经济 没有办法 他势力范围的经济 他计划经济 按这个模型去算 确实你用什么偏微分方程 不停的算 确实是这样玩的 但是呢 我靠 没有想到 这个集装箱出现了 OK大型的货运码头 效率 它的运力 它对于全世界资源的整合 比你那大陆区块 搞个铁路 那么修来修去 效率高 高一个数量级 现在人类 几十年过去了 还是主导的用这种方式 在进行全球资源配置 这是生产力决定的大哥 这是客观物质现实决定的 你有些经济模型 实际上是在很多程度上 都是真的 是准的 但当然没有人能预料到 人类文明进步这么快 二次大战打完了之后 这个全球航道 这东西大家都形成默契了 更不要说有什么计算机 什么这些东西出现了 工业层面的农余 它对于旧的范式 它所预测的什么危机性 它是层出不穷的新的方式 新的技术手段来扬起这些危机 是没有危机的话 它都没办法发展 生产力很多层级上 人工智能为什么被催生出来 对不对 区块链 它这些虚拟货币被催生出来 甚至包括民用无人机 什么这些玩意 这些新的工业 新的信息技术的产生被催生 本身也是你金融危机化 然后要催生它 所以我们会是会觉得 危机在推着生产力 再往前走 而且这个生产力在危机的推动之下 它的往前发展 它不是一下子就爆发成军事工业共同体的大规模冲突 这种东西 你反而是想要通过军事工业共同体大规模冲突来洋气来解决自己的内在危机的 不好意思就完蛋 你们苏联阿富汗战争把自己拖死了 我靠 明白吗 所以你旧饭是失灵了 你们还有一天到晚学院的旧饭室 然后里面那个经念来念去念来念去念来念去 上层建筑的自主性是很强的 是比经典理论模型预测的要高一个量级 要高两个量级 100倍 明白吗 大事你们明白 但是归根结底是阶级矛盾 这个我们承认的 归根结底是阶级矛盾 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制度下 深夜资料私有制 导致两极分化 这个我们都承认归根也得试个东西 但他命太久了 他就像玩这个 就是打结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结可以打好久 他不是一会儿这个就是 牧师就分出来了 就打完了 就是你下围棋 你这个结可以打好久 明白吗 所以我们要讲的 你要往精英知分子内侧靠 你每天念那个经 已经落后版本 好几个版本了 这是一方面 其次 也没进行知识分子跟你们对话 我说的再难听一点 你们清新念念的那群北京学者 左123为代表的 或者其他那些 我告诉你 他们念经也念经 他们也学资本论 但是肯定是修正版本的 高级版本资本论 他们有一个团体叫什么 激进政治 经济学家 他们也开 他们也有通讯 不是地下的 是合法的 他们有合法通讯 有研讨班什么 带你们玩吗 带你们玩吗 人家看得上你们吗 看得上你们吗 你们连他妈的 微积分都没学过呢 所以你们现在想一气化三清 一气化三清 你要自己要去让自己有自己的沾点工器 有自己工人测 有自己有自己精英智分子测 你自己养骨一样的养出一匹会抖鸡灵会耍嘴皮子的一群精英智分子就给自己带帽子 这你就什么编辑部主编什么这东西的哪个什么协会副会长什么这个小孩木猴而冠 搞各种这头衔好像有自己的精英体系 然后中间又有自己的一群旁观者 自己一群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 一气化三清 我有三种人 有小市民 有工人 有精英智分子 不好意思 就你们这托人 你同时可以扮演这三个 但都是扮演 你是小市民 你真心白银 那拿出来吧 对不对 你真心白银 那拿出来吧 你什么安全屋 交通站 你能搞出来吧 搞个屁我靠 搞个毛 你是工人 那你是什么 无条件的 那个什么 汇集凝聚 非常大的原始暴力 或者原始的义务劳动 海量的义务劳动和原始暴力 你有吗 有个毛呀 你是精英知识分子 你对于社会资源的高效利用 对于这个 这个是什么激进化力量的 这个精确的引导 让他最大化的 能够让这个团体获得更多利益 你们做到吗 你做不到呀 哇 三方面你都做不到呀 哪个你能做到的 一气化三清 还是一刨屎 喷出三头大便 你的肠胃得治一治了 你哪个都不够搁呀 他搁 所以我一直说 你们有什么资源汇集的能力 有什么资源吞吐的能力 资源投放的能力 然后资源投放之后 能够让有更多的资源 你有什么之后 说小市民能够动了 小市民让更多的力量过来支持你 大哥都没有呀 你不知道你做这些东西 你要力量的吗 你是不是要资源 要有力量的 你们什么都有了 一气化三清 什么都有 资源没有 力量没有 钱没有 海量的义务劳动时间没有 无条件的服从 秩序度没有 组织度没有 什么都没有 一圈 三五个三三两两 这个是头头 这个又是个什么团体 这个又是什么骂起来 最多他妈的十几号人 定期 妈的语音里面聊个天 了不得了 了不起了 自我陶醉了 所以我们在这一场讲 托洛斯基有名言说 this is a degenerating什么utopian project 这是一个退行的乌托邦计划 时代不一样了 这是个退行的乌托邦计划 就是原教旨 我不是说原教旨的列宁主义方案 它是个退行的乌托邦计划 退行了 就在那是失效了 失效了 所以你们 你们要有现实的分析判断能力 才能有现实的博弈 斗争 应对各种情况的能力 你们没有这个能力 就是没有这个能力 不是说我看不上你 不是我看不上你们 然后我要说这个能力 这群小孩是一气话三清的在搞这个 然后最近就什么炮哥炮手 还有还有什么王启年啊 王启年那个什么把管他女儿叫爸爸的啊 还第一个这个第一个变成去生啊 从那个杨平变成去生 第二身变第四身 这两号人 这两号人 这两号人不是一气话三清的 这两号人专门就演这个 我不知道他们演啥 你知道石球是讲 石球是讲 我们就觉得 他就不是 不是那种传统列宁主义道路的 他有点就是说是MLM主义 然后就是草根接地锡的那种感觉 就有点像当年那种什么老造团体里面 谁做出来拉杆子的那个头头的那种感觉 这种这种 而且在那个特殊时代 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是还能混到那个 在那个GEWEI Revolutionary Committee里面 地方的啊 二十多岁 能够混到 甚至有十八十九岁的 能够混到那个Revolutionary Committee里面去混个什么 混个这个deputy 这个明白吧 这个director的 混个副手 排行很很下面的这个复制 很夸张的 后来这些人都没了 因为他代表一小股民粹势力 代表一 他代表这几个这个挑泥的和工 他代表这几个这个城市学生和这个这个市政工人的团体 他代表那个那几个村的那几个什么农民啊 他就是推举出来代表 那你为什么让这些年轻人推举出来的 你知道为什么 搞运动吧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羡慕杀驴的 实实求是讲 他那些老鹰逼 都把年轻人推上去 实实求是讲 这些被推上去 混到这里面的做复制的 排十八线复制 排名都排十几二十的那种复制 其实很多真的是涉事卫生 没有任何斗争经验的 他不知道他随随的可能就是替罪羊 或者怎么样 什么玩意 这个人在我直播间里面 近年了 在搞笑 有个人犯磨症了 犯病了 所以我跟你们讲清楚这个道理 我们会发现 就是现在他们在模仿这种头头 他们他们这个做民间草根性 他们就是抓住的就是民间草根性 一个是民间草根可以扮演的比较就是秀气 书卷气 然后这个书卷气是一种不同的书卷气 表演自己好像在红颜里面被折磨一样的 弄了什么镣铐什么的 你们要把我杀掉怎么样的 秀气受摘辱的受摧残的那种书卷气 还有一个表演的是那种蟒气 蟒气 比较世俗功利的那种蟒气 又搞什么红色企业 要挣钱 就是他们分别代表的 所谓的就是那个时代 那个乱起来 然后就是五道头子 你知道吗 五道头子可以 运动起来的时候的五道头子 有的是知识分子头子 比较会念经 比较会用这个 用理论去搞别人的 皮杆子 左棍 这种人 年轻的 然后他现在把自己弄得好像是很可怜的 又有可能要被迫害的一个形象 还有另外一个是比较猛的 比较勇敢的 比较猛的比较勇敢的 比较会 就说穿了一个眼一个扮演这红秀全 一扮演这杨秀卿 这个感觉 啊秀秀啊 一秀更比一秀秀 我操啊 一秀更比一秀秀 这头子真的是这两个头子 就是那杨秀卿扮演的就是感觉自己好会 啊也要办企业要赚钱啊 也要也很勇敢 不怕死啊 怎么样子 就跟那矿工一样的那种感觉 啊 又有军事能力 他现在就就差做点视频来讨论讨论这个 当年红军经典战役了 我觉得他要进一步吸引粉丝 我降了一招 你妈的现在就和那个 学那个这个B站 有那个就是那个 有UP主他做过一些经典战役啊 你就去讲讲这东西的吧 你直播你不在念那些几本书了 你念几本书跟你人设不对的 你现在还在念那些念书呢 你这个人设不对 你一定要现在把自己包装成军事专家 杨秀卿不不读书的 沙盘对沙盘 沙盘上的战争 今天再在玩2077了 这我们这些人我们把这两个来火宝 找一对火宝当当猴子看的 在在观察 一直当猴子看的观察 那么他们就一种很盲动的状态 在在互联网上扮演 然后想要拉一些资源 你就他就为铁杆粉买他东西 给他钱或者怎么样的 铁杆粉会会过来跑跑到他这里公司里面 或者他那什么互助社里面 我里边他就是小团体里面 给他义务劳动 总归他能转到点资源了 但是你允论人家是什么的 你回馈人家是什么的 你们在在平台上说的东西 都是你最后要给的答案 或者要输出的东西都是很夸张的 就地上天国一样的东西 十字球是这样 你能给多少你就说多少 你能提供什么你就说你能提供什么 比如说我们就能提供 能够让青年想办法合租要降低生活成本 学学手艺 学习技术 然后去劳动 然后就回归社会 然后把日子过起来 就是这点 我们不会把这些工作说的 背后就要让他妈变成天地上的天人 就变成选民圣徒 我们也这样说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 这些家伙和我们有实质性的区别 他们他们的行为是只有民粹性的 民粹性 民粹性 是一个对于其他都不信任 其他所有话语都不信任的 就是说 其他的势力 其他的理性话语 什么时候可以信任呢 就这两个头头红秀权杨秀卿都说了可以信 然后他下面的拥顿才会听一听 如果他的头头红秀权杨秀卿比如说骂了我几句 然后说这个人都在一派胡言在放屁 那他下面那群人就会觉得我是坏人 我是骗子 我在忽悠他们 我在摧残他们 明白吗 我靠我们弹幕里面的谋证人一直来一直来 又来了 我服了 我们不会这样搞的 我们不会这样搞的 我们实际上是在现实当中提供的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非常宽松的 然后是每个都具有自己独立性的 不是听我号令的 我只会说让他们避坑 没有说给他们施加号令 都是靠自己 自己去用自己的头脑 用自己的想法去做选择 至少他是开明的 是个自主的 开放的 不是封闭的 我也很错 我做生意 你不挣钱 你妈逼 然后开工坊 到现在 到现在没投产 我急死了 气死了 所以 亲来的这两个 这个这么见的多呢 是瞧讲 他也算比较聪明了 之前有一个什么 黄某人 那重庆某大学院的黄某人 那是他也是搞串联 然后搞他他搞民粹的方式 就是搞那个道德上上道的价值 搞慈善啊 搞慈善 就给穷苦人发东西 啊 而且是匿名募捐啊 募捐了在发 不是他自己的东西 他妈的是募的别人东西去发 这个有点夸张 啊 我们当时学雷锋 现在做好事 好歹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啊 另外一方面也不是给穷苦人发 是给劳动者 一般劳动者发 并不是专门找他妈穷苦的 我操这算什么 穷苦穷苦 那就是掩盖他劳动者的性质 就有点怜悯 道德慈善警官 啊 这个是个这张角是浮水那种玩意 然后呢 这个套路被打掉了之后 啊 在我们的影响干涉之下 这个套路呢 后来长不起来了 失效了 失败了 现在这两个搞的套路就 稍微聪明点了 聪明多了啊 但是 一个就是搞文旅 另外一个是要开场 一个就是 你只要一直跑到我这个湖南 这来玩 搞文旅 啊 一个是要开场 那么在两边的意见分歧之下呢 他们共同利是卖卖农产品 保卖农产品 啊 这农产品他自己也不介入生产的 实际上都是从别人的转包过来的 啊 那你说我们好歹 我们至少好歹 我们的货 很多是文创产品 这文创产品是海量的创意 是有劳动分工的 一方面是文创 还有一个是一部分是食品 是我们直接是自己加工的 是我们自己加工的 我们不是说让别人加工的 明白吗 而且是按劳分配的自己加工的 卖多少就是多少 管理层不拿钱的 还有一点就是说第三个 我们提供的服务是线下服务 是俱乐部提供的线下服务 有吃有喝有玩 有学习有锻炼的 是实打实的 就是一分劳动一分服务 一分劳动一分服务的 然后很便宜的 其实是非常便宜的 一分价钱一分服务的 明白吗 那这个老哥 他们卖的农产品里面有多少劳动 贴了个标而已 贴了个标 还卖酒 200多块钱一瓶 什么玩意 我们当时 我们当时这个酒 我操 每一个都是我们自己也做过酒 曾经我们也做过鸡尾酒套装 鸡尾酒套装 每一小盒欧禽 要弄点撒点粉末 每一罐 每一个小罐子上面贴的标 我记得你们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直播 每一个标都是我们亲手贴的 我靠 每一个瓶盖都是我们自己拧的 每一个瓶盖上面的速封的 都是我们一个一个用那个什么热风枪吹的 每一小盒的调料都是我们自己倒的装的 我当时我直播的时候用茶壶里面的过期的水 然后喝的冰的 喝的我拉肚子 拉了一宿 我操了 明白吧 你说我们跟他们有什么差别 明白吧 我们哪怕是做文创 那文创每一个设计都是设计师亲自 而且我们很批量的做很多文创的 有一个设计团队一直在劳动的 有一个这个而且是这里面文创的价值是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 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比较贴合年轻人的哲学啊精神分析 还有这个先锋先锋性的那种就是文化符号 没有蹭什么红色热度的 我没有蹭什么革命符号红色热度的 明白吧 我们没有拿这个革命符号红色热度出来 蹭商业价值的 这个东西我们不做的 明白吧 我们该讲哪个哲学家我们印的那个头 一些什么搞笑的那些东西 哪一个我没讲过 我讲的哲学里面哪一个不是我讲过的 我用的那些文化符号哪一个不是我在互联网上把它讲火的 黑格尔谢林 在世俗文化当中 在我的受众粉丝群体当中 这个东西火起来 是我把它讲火的 不是他一开始就很火的就是商业价值的 这商业价值本身就是我们创造的 我们不像有些团体 你骂个巴子的就是蹭的 蹭的什么红色的 之前还蹭的爱国的什么司马南 是个什么 谁跟司马南作对 谁骂司马南就是我的敌人 什么之前发过一个 蹭的蹭的这个cosplay什么鲁迅啥啥啥啥的 都是蹭的 他不是他自己创造的文化价值 你如果真的是你是个杂文家 你写了很多东西 那水准跟鲁迅大差不差差不多的 然后你说cosplay鲁迅 我能认的 你是一个什么 什么一个 真的是个领袖 革命领袖级别的一个人 然后你自己的那红色红色文化 你自己的带的队伍 你真的已经做成了起来了 然后你你的你的文创蹭这个红色红色文化 这个我认的 你妈的你也没起来呢 你就是个小商人 你先蹭了这个符号 先蹭了这个东西 然后说你赚到的钱 你要你要兑现你的这个这个承诺 搞笑吗 明白吗 我们做徽装 我们没有说做什么红色徽章 我们当时做徽章都是很明确的 除去公本费 多的钱 装修那个碗头班 每分钱全都用光了 没有用于自人私人消费的 不盈利的 我们还做了一个徽章 起手餐的徽章 劳动餐的徽章 所有的盈利 刨去公本费 所有的盈利都给他们发饭了 都给他们发饭了 一天发二十分饭 持续发了几个月 都是牛肉面 都变成牛肉面了 都吃掉他们肚子里 免费吃到他们肚子里去了 都有 都是一期一期的票据都在那边的 都在我们网站上的 你说我们卖徽章 我们赚毛钱 我们还贴钱的 老实说 我们为了为了让这些饭能够发出去 我们装修了一个厨房 一个餐厅 为了让这些晚多班装修的公本费 能够报销掉 用这一点点钱几千块钱 为了报销6000块钱的公本费 我请他们吃饭 就请他把3000多块钱 更不要说那么多人的义务劳动的 那些人的路费住宿费的 这个我们跟他们差别就是这么大 你同样是卖勋章的 我们勋章每当时就是的 那勋章总共是卖掉1万多块钱 然后里面的刨区公本费6000多块钱 6千七八百吧 然后我们最后花了9000多块钱 我操好多是没有报销的 好多原材料没报销 他不够了你知道吗 不够报销了 这东西虚头八脑的 我就想你搞红色企业 你搞什么红色企业 你不你把他叫企业吗 企业要他妈付租金的大哥 你直接要弄企业吗 企业要租写字楼的 企业要交税的 你干脆你说让他们去互助呗 一块大火过日子降低生活成本 就是说你搞企业你要集资 募股 这本身就有问题 很有问题 所以我说这两个人 真的一对 他们就现在公约数是卖农产品 无论怎样好歹流量 能够转化成农产品挣点钱 这个东西归根结底是红色不红色没关系 这是个自媒体操作 纯粹自媒体跟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 跟什么共产主义没关系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他打的广告 引流引的流 没有任何关系 就扮演两个人负责扮演 负责引流 因为他时事你们做的任何事情 就是什么符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时事他赚到的钱暗劳分配 同工同筹 他创造一个社区这里面暗劳分配 同工同筹在生活 有折吗 有吗 正在 你不要说你未来预期 你现在你这个时候跑到线下去找你的人 或者给你提供帮助 你如何安顿他们 如何让他们去分工 如何让他们去分配利益 我不相信你弄到钱给他们付房租的 给他付地租的 你这农产品卖的赚到的钱 给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 给你自己发工资可能还不够吧 这个很难捧的 你知道吗 这个两个这个是这是啥呀 什么玩意呀 就是有点像曹魏 头上东北人长了一个什么公孙 两个公孙势力一样的 公孙度还是什么的那种感觉 公孙康公孙度是吧 那种感觉 曹魏揽得软你那种感觉 我就有这种感觉 我现在就叫我是曹魏 然后那边长了一个公孙 两个公孙 在干嘛 kidding me 可能高看了 可能就是长了两个黄金贼余孽那种感觉 哪里就是那种感觉 我想 但,按道理说那清州兵不是都被都已经被我收抢了吗 就或者像刘秀看到的 我不是被人称称称称称称租马帝吗 囪马军已经全都投靠过 怎么呢山东那边怎么还有一堆什么乱七八糟的 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感觉 我就是这 Avenger 难道我不已经是把那什么红军军什么 是绿军军还红军军啊 就是那统马军已经全全收降了吗 什么妈的妈的又长两个出来 明白吗 这种感觉 就怪怪的 事实求是想 就感觉是什么化外化外之地长出来了 莫名其妙的 莫名其妙 化外贴长的 一个搞文旅的还搞企业的 我不知道他要生产啥 不是你无论生产什么 请你按劳分配 你一般时候说你是个共产主义者 你怎么先坚持社会主义原理 社会主义原则 你现在你今天办企业 请你按劳分配 只有劳动的人才能拿到你这些相应的 经营项目的收益报酬 做不到你就放屁去了 你可以有部分扩大再生产 但是这部分扩大再生产 其实公事 你需要公事 叫大家监督 你怎样扩大再生产 这个东西呢 我是认为他们这群人呢 就是无产者当中的知识群体 他们是吸引不到的吸收不到的 因为他很明显他具有民粹色彩 他的头头都是没有理论能力 没有也没有现实产业经营能力的 可能就有一些表演能力 具有一定的表演能力 这个东西长久来看是 首先他就没有人才 最明确的就是没有人才会跟他们 我们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得有人才 包括前面什么那些王佐小朋友 他没有人才 因为没有人才哥哥 你们有现实的设计能力 法律信息能力 怎么我们再怎么样 我们有人才 比如说我们搞一个什么 量油店量油店的信息系统 是吧 当然不是做给我用的 我们没开量油店了 我们就是说深圳和另外一个地方的量油店 都可以用同样一个系统 我们已经形成了某种信息共产主义 我们的程序师团体真的是很棒的 不收费 给我们这些俱乐部公司 提供了很多信息服务的 不要说各种美术资源 各种法律援助资源 我懂吗 还有各种医药卫生健康资源 我们都有相应的专业的这些 大家都是无产者 但是都是知识无产者 有知识的无产者 我就相信你们 你们忽悠的什么人 一群傻玩意 前现代人口盲目崇拜 看了几张图 看他表现神情姿态 就是无脑就是粉上了 然后可能200多块钱的酒还买呢 几十块钱一斤的什么 十几块钱一斤的农产品 可能买呢 这啥呀 就说这些东西 这些力量我们看不上的 你喜欢 你要把这些什么民粹化的这种 比较不稳定的 你要弄走 你弄走吧 你倒要看看这群人 是不是会安安心心的跟你 搞红色企业 红色文旅 红色文旅玩个一次两次 可以的 你后面拿不出什么真金白银 或者拿不出什么干货 有用的东西也玩不来 所以这两个人我们觉得他们是 他们代表的是 六六年到七一年 汹涌澎湃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草根路线 民粹化草根路线 六六年到七一七二年 民粹化的草根路线 在现代商业时代的一个某种小翻版 某种小翻版 understand 然后他们尝试和努力 我希望最后不要搞的什么激进化到时候 你们可以发展成后来就像改开放之后发展出来 乡镇小企业这种东西 小割里户 你搞个农家乐 搞个小乡镇小作坊也挺好 你不要打这么高的旗号 人家也开农家乐的 对不对 人家也搞乡镇小作坊的 你就老老实实乖乖的 你打那旗号干嘛 你有什么政治什么可以兑现的 政治允诺 你什么革命果实你可以摘取的 你能做多少是多少 并不要画太大 不要画到天上去 对不对 然后 那些小朋友的列宁主义计划也是注定失败的 那些小朋友其实很多都是列宁主义计划 原教旨列宁主义 有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原教旨主义 其实他们脱离现实的原教旨主义 他不是原教旨的MLM主义 他们是原教旨的ML主义 搞机关报 中心化机关报 中心化中心化成了吗 几家在那边撕呢 要去搞龙公 撒林主义 一个是 一个是这个 社民党流亡分子 一个是孟斯维克 一个是暴史维克 简单来讲 我讲了吗 了解吗 火星暴 咱们想搞一个 他什么都没有 大哥我说了 你这个三派 左中 右三派你哪派你都够不上 无产端 精英端 中间的小市民端 三种资源 三种能力 哪一个你们都没有 而且只有你那群人在自嗨 一气化三清 脱离社会现实 经济现实 政治权力现实 治安现实 可能一气化三清在那边玩 好了吧 那我基本上把这些 这两个目前在台面上 这两两挫 两群目前在台面上 一个是ml 列宁主义的原教旨主义 也是失败的 注定失败的 还有一群是 这个是 我们叫晚期mlm主义的 民粹主义 他都是个民粹主义 他只能说民粹主义 他是仗势着默许 仗势着就是 治安力量对他不收网 在治安力量收网前的空隙当中 他占点这个口号上 旗号上的便宜 旗号上的便宜 当时 其实当时你们去看那段历史当中 很多民间团体 他给自己取名字 那也是个学味 都喜欢弄个数字 或弄个日期 弄个什么什么 给自己取名字的 然后这个名字都不敢取得特别响亮的 都不敢把自己叫的什么联合 就什么什么会的 你懂吗 都取的一个名字 都是有点放低姿态的 然后把自己局域在那个什么 小空间小范围的 懂了吧 取名字的艺术 然后口号不要叫太响 不要叫太远 民间的老造都知道这样才能活下来 这样才能才在第一波运动当中活下来 这两个 连当年的老造都不如 当年的老造看到这两个 这妈的牙都笑掉了 你们这样搞 招牌力那么大 那妈的演的那些戏演的那么悲情痛苦 演的那么就决裂 野心又那么明显 那不要死的最快 我靠 所以我们说这也是拙劣的 一个拙劣的对于特殊时代的 特殊时期的一些小的民粹团体的一个模仿 但是它实质又是改革开放之后的 农家乐和乡镇 招待所 这种是什么自负盈亏的招待所 和你妈的乡镇企业 乡镇小作坊的那种模拟 就是非常混乱的 非常混乱的 但事实上它是个改革开放才有的一种商业模式 信息传播模式 或者说草根可以用这些符号来自我鼓吹 你在之前那个时代 你草根如果用到这么夸张的符号的话 那实际上你就孤注一掷了 另外一个和你有类似类似旗号的团队 就是你死我亡的 你死我活的 那武斗动起来是要杀人的 就是你死我活的 那个武斗动起来之后 就是到时候 在特定历史期 军队过来主持秩序 这两派只能活一派的 这样一种旗号 你死我活的那种姿态 它在那个时代是幸存不了的 只有在后面的时代 后面的改革开放之后的时代才能 懂吗 才能让你这样去跳 让你这样去用这些东西 我们看到就是很遗憾 所有这些团体都是非常不成熟 然后成熟的政治意见 在民间的政治意见的表达 又看不见 因为真正成熟的个体 它往往不在民间进行表达 真正成熟的个体 我今天直播开始之前搜的那几个名字 它背后都是人大博士 民族大学博士 北大博士 北大博士学者 这些人 他们在根本上 他觉得民间政治是无望的 是不可能的 他会利用 煽动利用 借你们人头一用 借你们这种什么 愤青愤慨热血一用 但是归根基底 他们的脚 是站在 那些赢家那边的 winners那边的 those who lose 那些同志那边的 rulers那边 上财连丝 然后用不要说了 不要给我扯这段历史了 我也在说 哎 哎 老江湖 笑一笑吧 只能说 所以 这一亩三分田 这个是零亩-三分田那种感觉 就是个 就是这种打着极端激进话语 然后去汲取社会资源的这种办事 你会发现 接地气一点的还汲取到一点点资源 这原教旨列宁主义者 他汲取不到任何资源 原教旨 布尔什维克主义啊 这个原教旨列宁主义 他没有汲取到任何的资源 零 基本上零资源 然后呢 这种民粹化的 打着一个呃 原教旨口号的 但是实际上是高度清和市场力量 高度利用这个市场的自由空间的 意识形态的开放开明空间的这个 新的民粹力量的 他还是积攒到一定的利益的 那一个四五万粉 一个七八万粉丝啊 他积攒到相当一定的利益的 啊 一个孰优孰劣吧 孰优孰劣 啊这个列处 就在于前面前面 那个还是匿名的 前面那些人 再怎么样 他的外网一跑 他就匿名的 他不 没有什么法律后果 没有什么风险 后面这群人呢 他不一定的了 他不一定会有政治上的风险 但是他可能会有这个可能会有经济上的一些风险啊 啊可能会有经济风险或者说会有一些民事纠纷这些东西啊 因为他的利益分配的一个问题 利益分配问题 因为进去了之后都是团体 但大家都打着这个平等的共产主义的旗号 那你这个利益怎么这样分的嘛 他说很有可能就破功是吧 或者说他本来运作好的他没办法兑现 你是不是会有一些法律啊 或者就是整个人的这个媒体形象和商业形象 会不会就会破灭掉 是不是 他画的那个大饼呢 是个理想主义乌托邦大饼 他的现实 他画的共产主义大饼 现实当中兑现不了 你不像我们 我们画社会主义大饼 我们明明强强 苦一苦自己还能兑现 我们只是个社会主义大饼 暗楼分配大饼 明明强强强 苦一苦自己能兑现这个大饼呢 那么你画的大饼呢 好歹我们唠出来这个是圆形 唠圆形 唠圆形 唠成什么T形 还能吃到肚子里的 对不对 每个月几百号人吃到肚子里的 对不对 全国那么多地方 好多人是吃到这个肚子里 这个大饼是吃到了的 廉价租金 一块的找工作 互相帮助 大食堂 相互这些大锅饭 都吃到了 吃到肚子里的 他们呢 到现在大饼没吃到呢 爱心的现在不少了 那个卖的农产品 我怎么样搞的东西 流量对他的关注什么支持 这东西搞的不少了 透支啊 实事求是讲 你积积积到这个资源 如何再回馈回去 你现在七号打的越高 嗓门吊门吊的越响 扮演的那个样子 越激进 越他妈好像怎么样 苦他仇生的 要一下子这么完全怎么样的 你叫杨秀卿 红秀全那边演在那边了 那群熊兄弟苦兄弟 到时候叫你兑现的时候 你这打下金凌晨 一人两个这个这个女格格吗 这两个这个情怀河畔 这个扬州兽马吗 做梦呢对不对 你用什么来兑现 就是这个问题 不是跟我兑现啊 是用什么兑现你的承诺 所以我们这人是摊多少饼 让大家吃多少饼 你给我多少面糊糊 我摊多少饼给你看 不会多不会少的 我们一直是一直来秉承这个原则 实事求是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才是最根本的 MLM主义者 最正宗的 因为我们有多少力量做多少事 对不对 你给了我多少资源 我做多少力量 对不对 我们从社会上调度 或者吸取了多大的支持 我们做多少的好事 都是公开的透明的 显露给所有人看的 就是大家监督的 你们那两个什么又文旅又啥 又搞红旗 什么玩意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简单 很简单 你把你搞的文旅的旅店 不是招待所一样的地方 也搞个号 直播 你的活动 先去直播你的状况 你要搞红字企业 你的企业前面 你也去弄个号 用个机构号 去直播 里面的人反馈 在上面反馈 你的利益分配怎么分配的 干活有几个人干活的 对不对 是不是 从不都没有 这个虚的 我说假的玩意 实事求是假 好 那反正 就扯到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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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